她是容王府最尊贵的嫡女,生来胆小怯弱,皇子府上被人欺辱,羞愤撞住自杀,再次醒来后,已然换上了一个强大的灵魂。 她是容王府最有钱的世子爷,生性冷漠疏离却为毒,对她纵容道,让人不忍直视。 为了她,反了这天下又如何,就用这残破的身体,换取一室的安宁送给她又如何? 二妹,明个你,陪我去三皇子府如何? 这里是容王府的一处隐蔽的地方,夜流里紧张地握着手中的帖子,拉着夜流香的手。 眼含哀求地说道,夜流香诧异了一下,随后模样变得十分可怜,可我是庶女只怕,不怕不怕,有我在呢。 夜流里一听盲白首,她这个妹妹一直对自己很好,就算府里那些人对她这个嫡长女不敬,而她却对她不离不弃,对她夜流离一直心怀感激,夜流香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对着夜流离点头。 既然是大姐姐这般说,那明个妹妹陪你去三皇子府,夜流离咧嘴一笑,随后又说了几句话,这才兴高采烈地离去,在她离去没多会, 树林中走出一个深意,夜流香转身,看清来人的模样后,脸上露出明媚的笑容,她明个会过去,三皇子低头看着眼前的少女,比起夜流离的平凡无奇, 还是眼前女子的艳丽交融更让她心动,就算年纪上小,可家已时日定会美艳不可方物,想着嘴角露出一抹邪笑,伸出手把她紧紧地圈在怀中,这是你做得好,本皇子会好好打赏你。 夜流香一听,娇称地看了她一眼,随后温顺地靠在她怀中,明个成败,可就要看文思了。 恩三皇子点点头,眼中眸光闪了闪,低着头看了一眼怀中的女子,喉咙一紧,随后长臂一揽,往林子深处走去,没多会儿就传来那似欢愉又似痛苦的声音。 次日,是三皇子的生辰会,很多官家子弟都受邀而来,男客们被安排到了前院,后院则是留给了女客们做死的东西。 你是怎么拿东西的?夜流离和夜流香走过来的时候,正听着一声娇和的怒斥声,随之一个物件飞了过来,夜流离避之不及,身上的衣衫顿时湿了一大片,在这初春的天里,让她面色白了几分。 大姐姐,夜流香惊呼,忙掏出手怕去给她擦拭,只是茶水把夜流香,今天穿着的浅色衣衫硬染了,一大块黄色的水印,看上去十分的狼狈。 对,夜大小姐,你没事吧?闻思公主看着自己训斥丫鬟的茶杯,泼了夜流离一身茶水,有一点愧疚,随后对着她说道,我那还有干净的衣服,不如大小姐随我换身干净的吧? 夜流离一听,看了一眼夜流香,大姐姐快去吧,我在这里等你,没多会。 这银白衣衫的三皇子走了进来,在众多官家小姐中一眼看到了夜流香,眼中闪过一抹惊艳,随后走上前牵着她的手,众人看两人举止亲密,大吃一惊。 众人想到了,刚才被闻思公主带走的夜流离,传闻皇上有一把荣王大小姐许配给三皇子,今日这出,似乎透露着不正常啊。 三皇子,大姐姐去换衣服,许久还没出来,臣女有些担忧,夜流香眼中流露出关心的神情,随后又看了一眼一旁的闻思,公主,我姐姐呢? 三皇子一听,跳跳眉嘴角弯起,本就俊美如斯的人,这一笑,更是让人回不过神来。 闻思一听,瞪大眼睛,夜大小姐,我刚才带她去换了衣服,她说有些不舒服,想一个人静静,怎么还没出来吗? 想着拍了拍脑袋,哎呀,可别是大小姐生病了,闻思,你把夜大小姐安排什么房间,带我们过去吧。 三皇子对着闻思,露出宠溺的笑容,闻思立刻笑着点头,好啊,就在前面不远处,闻思指着一处房子,推开房门,三哥夜大小姐就在里面,呀,不知是谁先惊叫了一声,众人纷纷看向前面,只见夜流离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身旁似乎还有同样衣衫不整的男人,两人似乎听到了声音,看向门外,夜流离顾不得自己的衣衫不整,惊慌地,跑到三皇子的面前,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四周纷纷传来耻笑的声音,都还没急急就按耐 看不住勾男人,还甜不知耻地在皇子府上,清天白日行不齿之事,夜小姐当真是好教养,眼泪纷飞,夜流离此刻百口莫变,望着三皇子,眼中带着稀奇的目光,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被冤枉的,三皇子一听,嘴角露出温柔的笑容,伸出白皙的手指,帮他理了里耳边的发丝,口中却说出冷漠无情的话,难道你想说,本皇子看到的是幻觉吗?夜大小姐,就算你不想嫁给本王,也不必用如此手段,你不嫌脏,本皇子都觉得脏, 不不,夜流离听了他的话,仿似受了打击般,向后亮呛几步,昔日这个对他总是很温柔的男人,此刻眼中的冷漠就好像,万剑穿心般,穿透他脆弱的心,狗男女,就该进猪笼,文思插着腰,瞪大眼睛十分气恼地指着夜流离,我好心带你来换衣服,却没想到你支开我,竟和男人苟且,夜流离你好不要脸,夜流离瞪大了眼,吃惊地望着文思,明明是他寻了借口离开的啊,姐姐你这是何必呢?就算不喜三皇子,也不该如此羞辱他啊 夜流离一脸愁容地望着他,夜流离愣愣的,有点反应不过来,突然夜流离靠近,只用他们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姐姐,妹妹这个礼物,你可喜欢,今日这局可是我和三皇子,想了好久才想到的呢,夜流离浑身一震,一双眼睛不敢置信地望着夜流离,夜流离却是假意帮他整理衣服,谁让姐姐霸着荣王府的嫡女不松手呢?淋雨不愿取丑妻,只好委屈姐姐了,说完在夜流离的耳边低声地笑着,那般无情的话,那般虚伪的笑,让夜流离好似 雕塑般正正地定在那里,原来,原来一切都是假的,假的,想到这里,夜流离突然仰天大笑,笑得七处,一双明亮的眼眸带着阴霾,和恨意望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仿似要把他们深深地刻在灵魂中,木林雨,夜流香,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夜流离充满恨意地说完在众人的惊叫中,狠狠地撞向门外的柱子上,头好疼,千里觉得自己的头似乎快要爆炸了,她是胸口中枪,怎么头疼了起来,难道在自己死后,那个该死的呢? 男人还在自己的脑门上补了一枪吗?想着,浑身不满力气,紧闭得双眸猛地睁开,那双带着阴霾的双眼,让一屋子的人惊骇得瞪大眼睛,她竟然没死,额头的窟窿不住往外冒血,可她仿若未觉,扶着柱子缓缓地站起身,犹如从地狱里走出来的夜叉修罗,双眸如刀子般直刺众人,所有人受惊,惊不住后退几步,千里微微闭了闭眼,随之,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汹涌而来,头痛欲裂的感觉有 几乎摔倒,好在她扶住了身旁的柱子,五指紧紧地抓着,手上的青筋毕露,看上去猙獰恐怖,千里微微定了定神,再次闭眼,接受那段不属于自己的信息,千里头疼地揉了揉额脚,自己怎么总是遇到渣男呢?前世她是黑帮大姐大,喜欢上一个男人,可谁知,那渣男竟然带警察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埋伏,她当场丧命,千里的嘴角掀起极许的冷笑,男人不管是到哪个时空,哪个朝代都是渣。 三皇子不动声色地看着满头鲜血,却笑得十分诡异的叶琉璃,眸光闪了闪,欲伸出手扶她,只是还没碰到,便被她啪的一声,拍开,毫不客气,眼中满是嫌弃,这样的男人也配碰她,叶琉璃,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本公主三哥出手,啪一声清脆的响声,文思公主脸上立刻出现了鲜红的手掌印,而那个始作俑者,却只是揉了揉手腕,面色阴暗不定,咕咚众人吞了吞口水,不知为何,此刻的叶琉璃竟然 让他们感觉,好不一样,妮妮竟敢打我,文思瞪大眼睛,一脸不敢置信,话音刚落,冰寒刺骨的眼神就落在她的身上,让文思公主倒嘴的话,生生地卡在了喉咙,打你呵呵,千里轻声呵呵笑着,让在场的人无一不感觉阴风阵阵,公主你会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说完眼神一寒,带着破人的威慑,滚滚压向文思公主,文思公主面色一白,随后倔强地抬起头,一脸傲然地看着她,本公主怎么会知道,叶琉璃, 你别以为你是荣王府的人就了不起,若是让父皇知道,定不会饶了你,那是最好,本小姐正要和皇帝辜负,好好讨论一下公主今日所做的事,说完别有深意的一笑,只是对于满脸是血的人来说,那笑很是惊悚,姐姐,咱们还是快去看大夫吧,叶琉香眼看情况不对,忙上前转移话题,此时的叶琉璃处处透露着诡异,滚开,叶琉璃大喝一声,吓得叶琉香一双美目含泪,小手捂着胸口,姐姐,你你这是作何,叶琉璃, 你不知羞耻也就罢了,你妹妹关心你,你竟还如此不领情,当真是狼心狗肺,边上的尚书之女实在看不过去,上前说了一句,扑那位勇敢直言的少女,被叶琉璃一个回身踢,生生地撞倒了身后一群娇弱的关小姐,而她口吐献血,竟晕晕了过去,叶琉璃,你太放肆了,今是本皇子的生辰,你休要过分, 三皇子看着倒下的少女,面色一冷,对着叶琉璃冷漠的怒斥,正因为今是三皇子的生辰,本小姐才会如此大方地写见三皇子府,给你天天红,喜庆一下,胡乱地在自己的头上摸了一把血,对着三皇子的身上就是一甩,顿时,银白的锦袍上面染上了斑斑血迹,看上去着实骇人,你三皇子怒瞪,叶琉璃根本看都不看她一眼,转身离去,三皇子还是好好珍惜一下今天的生辰, 毕竟能够让龙王府的嫡女,亲自洒血沁生,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荣幸,说完挺直几倍,一脸巨傲地离开案发现场,他们对叶琉璃的仗,他会一点一点地跟他们算清楚,咱们来日方长,叶琉璃的嘴角露出嗜血的笑容,让一路的三皇子府的吓人,吓得屁滚尿流,望着叶琉璃的身影,三皇子双拳紧紧握着,面色阴晴不定,当看到四周受了惊吓的官家小姐后,他闭了闭眼,随后扬起笑容,差不多该午膳了,带本皇子换 衣服带你们过去,说完对着纹丝和叶琉璃示意离开,鲜血还在缓缓地流着,迷糊了叶琉璃的视线,可叶琉璃却当作没有事般,挺直几倍,带着傲气离开三皇子府,热闹的大街上,众人纷纷惊奇地看着叶琉璃,荣王府的嫡女,京城里谁人不知,貌丑无言,贱难花痴,品行不端,一路上,千里总是受到一些鄙夷的眼神,他不动声色地观察这些人的神色,眸光深处,有着滔天的怒海,这叶琉璃当真 是活得窝囊,竟被一群上不了台面的人,败坏名声而不自知,千里凭着叶琉璃的记忆,来到老王府门口,门卫看到叶琉璃的模样,狠狠地吓了一跳,随后有人快速地去传唤了管家,千里静静地站在门外,看着老王府的牌匾,随后双膝跪下,对着王府门口,公公整整地磕了三个响头,起身不看一眼,转身离开,老王爷身边的管家梦现,一听门卫的话后,就抖着老腿小跑赶到门口,刚跑到门口,就看到叶琉� 后,磕了三个响头,便起身离开,他立刻愣在了那里,带回过神来,哪里还有他的身影,梦现觉得叶琉璃很奇怪,忙跑到老王爷的院落,虽老王爷进入不惑之年,可依旧身强力壮,梦现走进院子的时候,正看着老王爷手中拿着弯月刀,耍得是威风凛凛,所到之处树叶纷飞,沙土扬起,那个气势,让人经不住地膜拜,老梦什么事,耍完一套刀法的老王爷,把手中的弯月刀递给身旁的手下,自己拿着棉帕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紧接着,一旁的丫鬟如玉捧着茶水走了过来,老王爷随后坐在摇椅上,喝着茶水,顿时感觉身上的毛孔全部张开,那叫一个顺畅,回老王爷,刚才大小姐来了,梦现恭敬地说道,老王爷手一顿,一双眼睛金光四射看着梦现,人呢,走了,梦现随后把自己看到的情况,详细说了个遍,老王爷摸了摸下巴的胡子,让风一来见我,是梦现听后,领命退了下去,然而,老王爷这手里的茶水,是怎么也喝不下去了,如玉明白,老王爷, 老王爷虽说不过问大小姐的事情,可到底是自己的孙女,老王爷若真担心大小姐,不如让大小姐过来如何,如玉柔声说道,老王爷一听,从鼻子里冷哼,见什么见,本王就没那么耸的孙女,堂堂一个王府嫡女,竟被姨娘恕妹欺负得不成样子,老子都说是她的天,放手去做,可她呢,真是丢了本王的脸面,她娘也没像她那么没骨气,说完还在呼呼地喘着粗气,如玉抿嘴轻笑,又重新递给老王爷一杯热茶,大小姐性子弱,那也是没办法,谁让王爷,对她不管 不问,从小就被姨娘,树妹欺压,那性子久了,难免会软一些,老王爷心疼大小姐,自然也应该理解大小姐的苦楚不适,哼,那群下作祸,本王是懒得收拾,不然岂能让他们如此好过,老王爷重哼,听孟宪说,大小姐头上受伤,也不知道严不严重,如玉说到这里的时候,小心地看了一眼老王爷,只见老王爷眉头一抖,手上青筋暴露,似乎忍了很大的怒气,那丫头吃了亏也好,可以常常记性,省得被人卖了,还得数钱,让老孟带她去, 太医过去瞧瞧,别说是本王的主意,老王爷说完,起身去了屋内,如玉笑眯眯地应了一声,放下茶盘,便去找了梦书,夜琉璃一声是写的,回到自己的院落,这一路上经了不少的人,尤其是,她那骇人的眼神,声声地吓退了不少人,夜琉璃到院子的时候,就看到自己院子的丫鬟,老妈子手中拿着瓜子磕着,十分的悠哉,看到夜琉璃出现,也没有马上站起身,只是狐疑地看了一眼她额头上的血,嘴里咕弄几句,大小姐,你瞧你这是去了哪里, 瞧这衣服,先起身走过来的奶娘眉头微皱,这衣服,只怕是要扔了,大小姐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奶娘一边说着,一边上前,就要强脱了她的衣服,千里反手一转,捏住奶娘的手腕,微微收拢,痛得奶娘嗷嗷地叫,大小姐,你这是做什么,眼神中带着几分恼怒和不屑,我做什么,奶娘会不知,千里的声音冰冷彻骨,本就因手腕疼地冒汗的奶娘,身上更是丝丝地冒着冷气,一双昏花的眼睛静一地看着她,你不是小姐, 小姐不会这样对我的,欧姨你,我该怎么对你,千里冷笑,奶娘被叶琉璃看得心虚,一双眼睛躲闪着,可是却又想到什么,抬眼看着叶琉璃,大小姐一直待我如亲人,何曾这般对待我,你不是大小姐,你定是假的,所以,你就仗着本小姐对你的纵容,在这院子里作威作福,叶琉璃迷眼,带着几分的危险,奶娘一听这话,身子一僵,千里冷哼一声,随后把奶娘一推滚,奶娘被千里嗜血的眼神,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愣愣地有些回不过神,可一旁的下人不是傻子,大小姐突然转了性子,还拿自己的奶娘开刀,岂会对他们手下留情,心下想着,便七手八脚地把奶娘扔到了院外,随后一众人等,小心翼翼地跪在院内等,千里驯化,千里只是目光阴冷地看了他们一眼,却是一言不发,随后转身去了屋内,留着院内奴才跪着,撕千里回到房内,额头上的伤口,一阵阵地抽痛,摸了摸额头,血似乎已经凝固了, 走到桌前从茶壶里倒了一杯水,随后撕掉裙子上的一块,沾湿擦着额头上的血,望着镜中的自己,千里的目光冷悠悠地,想他在现代是一个黑白两道,都想当当的大美人,怎么来到这里,沦落成了一个干瘪的豆芽菜,一张脸平淡无奇,毫无出彩,唯一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也就只有一双眼睛了, 四黑夜中耀眼的星星,又像深海里的海水般,轻易地让人吸进去,想着上一世自己的,那双琉璃子的眼睛,让人羡慕,却又让人惧怕,如今,总算有了一双正常的眼眸,千里轻叹一口气,平淡就平淡点吧,至少没有人惦记,刚擦掉血迹,外面传来的动静,大小姐,奴才是梦献,是老王爷府上的管家,老王爷知晓大小姐受伤,特让奴才带来太医给大小姐诊治,门外的梦献,看着跪了一地,战战兢兢的奴才,不由得有些 诧异,刚才她看到了被扔在院外的大小姐奶娘,呼天呛地地大哭着,这奶娘大小姐向来偏袒,就算老王爷要责罚都被大小姐护下,不知大小姐今日这举动有什么蹊跷,枝压紧闭的房门徐徐打开,千里含着一张脸走出来,梦献一看心不由地咯噔一下,这大小姐的眼神饶视,她这个见过大世面的人都不由得胆战心惊,难怪是这院子里的奴才了,只是,这还是她所认识的大小姐吗?原本胆小切弱的她,此刻却犹如黑夜中的煞神出街, 让人看了,经不住后背阴冷阴冷的,正在院外呼天呛地的奶娘,看到千里冷着面走出来后,突然打了一个漏,顿时吸了声,奶娘当这里是什么地方?王府内游,哪位主子死了?让你哭声震天,且如此凄惨?听到这话,下面一阵抽气声,小姐奴才知错了,看在奴才曾经一直照顾小姐的份上,求小姐给奴才一个改过的机会,奶娘对着千里连续磕了好几个响头,千里冷笑,走到她的面前,伸出手抓起她的手,袖子掀开,手腕上赫人, 竟然出现五六只货色上等的玉镯,奶娘错愕,眼神躲闪起来,奶娘这些年来,从本小姐身上,捞了多少油水,心中不会没有数吧?你的改过,无非是还想从本小姐的身上,继续榨油水罢了,哎谁让我之前性子那么软,但凡有些好的全都背,你们这些狗奴才抢了呢?千里说到这里,手腕渐渐用力,贪心不足蛇吞象,奶娘你若是安分,倒可以安享晚年, 可你偏偏看不清自己的位置,说完狠狠地把她推在地上,不懂尊卑,撕拿主子物件,欺压主子的狗奴才 你以为你是谁?奶娘一听,打了一个寒颤,千里转过身,看着院内的奴才,本小姐给你们一个改过的机会,你们可愿意,愿意愿意,奴才们愿意,众奴才早就被千里那嗖嗖散发冷气的气场给惊着了 来人,把这个不知好歹的狗奴才,绑起来仗壁,千里的话音刚落,奶娘不敢置信地望着,夜流里冷漠的背影,随后两眼 一番昏了过去,千里却似乎没有看到,眼睛扫了一圈奴才,人群中,总算有几个胆大的奴才,站起身拖着奶娘绑在凳子上,你们都睁大眼睛,好好瞧瞧 这就是看不清自己位置的下场,千里说完,随后让人搬来一张椅子坐下,这才对着一旁的梦现微微点头,梦叔不好意思,耽搁了,你一些时间,只不过那表情,却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迹象 没没,处理这些狗奴才的事要紧,免得让大小姐沾了晦气,回过神的梦现盲摇头 耳边传来一声又一声,犹如杀猪般的哭叫声,千里皱眉 随后有眼尖的,看到盲托下脚上的袜子,塞进了奶娘的口中,只听到那板子,打在肉上的扑扑的沉闷声 李太医请,一直站在梦现身后的李太医,走了出来,千里这才发现眼前的太医,人十分的年轻 约莫有二十岁出头,生得风姿俊朗,玉树临风 许是常年与药材打交道,身上总是有一股药草香味,别有一番的味道 李太医抬起头,只简单地打量了几眼千里,却被他抿着嘴消杀的气息惊了一下 随后盲低着头,走到千里的面前,认真地耗脉 千里只是淡淡扫了他一眼,许是察觉千里的视线落在自己的身上 李太医的小脸有一些苍白,待到那让人发寒的视线离开后 李太医巧声无息地吐出一口气,这气场实在有些压抑 回大小节,人已经没气了,看着凳子上的人毫无反应 身边的奴才把手放在奶娘的鼻子下方,确定没有呼吸后,对着千里说道 给我扒光,扔到乱葬岗,千里的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那奶娘身上穿着的,带着的都是夜流离的 大小节头上的伤已经包扎好了 不过由于失血过多,这些日子还是以静养为主 多吃一些补血氧气的补品,不出一个月便可康复 李太医小心翼翼地说完后,静等着千里的反应 千里恩了一声,随后站起身,梦书 今日我有些疲累,改日再去向爷爷请罪,李太医就麻烦你送回吧 说完卖步走向屋内,是奴才会把大小节的话转述给老王爷 梦现心中一喜,这或许也是大小节与老王爷缓和的契机 李太医点了点头,收拾好药箱跟着梦书离开 只是在离开院子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回头 看了几眼那紧闭的房门,琉璃居发生的事情 很快传到了柳册飞的耳朵里,听着自己眼线的汇报 柳氏的眼睛转了转,王妃,小姐这次受伤回来,您要不要去瞧瞧 一旁的奶娘看柳氏不语,小心地说道 柳氏点了点头,自然要去看的,你去挑一些东西 随本飞过去,说着站起身 刚喝完汤药的千里,准备躺下歇息 可外面又是传来一阵喧哗声,不用猜也知道是谁来了 可千里却依旧躺在床上不动,闭着眼睛假眉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随后听到有好几个人的脚步声,猛地一睁眼 走进来的柳氏等人被千里那骇人的眼神给吓了一跳 好在柳氏是见过大风浪的,很快恢复正常,一脸和气 听说大小姐受伤了,如今可好些了 千里没有说话,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柳氏面色一僵 倒是她身边的丫鬟布满了起来 大小姐你,这是什么态度,王妃好心来看你 你竟如此大不敬 王妃,千里眉毛一抬,冷冷地看着那个丫鬟 容王府的王妃何时换了人,本小姐怎么不知道 大小姐,你何必在咱们王妃面前装糊涂 东宇瞪大眼睛,一脸气愤地问道 糊涂,千里从床上站起身 抬手狠狠地扇了东宇一个耳光 狗奴才,容王府的王妃早已做骨 哪里来的王妃 你若是在胡说,定拔了你的舌头 说完对着她的膝盖骨,狠狠地一踢 本小姐乃是容王府的嫡女 你们这帮狗奴才进门不敲门也就罢了 见到本小姐还不行礼,活腻了不成 说完又是狠狠地踹了一脚 东宇眼中闪过脑怒,抬眼瞪着她 却没想到又被她反手打了一个巴掌 不懂尊卑的狗东西 还敢瞪本小姐 眼珠子不想要了是不是 说完,随后看着柳氏,柳侧妃 你也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嫡女 身边怎么会有如此不懂尊卑的奴才 咱们天气可是最重视礼节的 若是有哪些嘴杂的奴才跑出去乱说 柳侧妃这名声只怕也臭了不适 说完目光紧紧逼逝 柳氏听着夜琉璃一口一个侧妃 一口一个狗奴才 面色已然变成了黑色 可还是要忍下怒气 点了点头 琉璃说得对 是本妃太过纵容了 说完对着身后的人吩咐 来人 把这个惹怒大小姐的狗奴才 拖下去仗毙 王妃饶命 王妃饶命 东宇一听 顿时吓到了 千里抬脚又是狠狠地一踢 把东宇整个人踢得在地上滚了几圈 狗奴才 还敢叫你家夫人是王妃 你是非要往你家夫人身上泼脏水吗 像你这种低颜色的奴才 活该被你家主子占毙 说完冷亨 对着自己身后的奴才说 还不把他拉下去 省得给柳侧妃添堵 简单的三言两语 把柳氏踢给自己的球 又踢了回去 且还活活地堵住了柳氏的口 看着柳氏那一副比吃屎还臭的脸 千里的心中一阵冷笑 想把东宇的死推到自己的头上 想搞臭自己 那也要奠奠自己有没有那份量 他可不是叶琉璃那个软柿子 随便被人拿捏 不是喜欢装吗 那就好好地装下去 千里看着柳氏那死死绞着的帕子 心里滑过一抹冷笑 柳侧妃莫要为一个狗奴才气坏了身子 他这般口无遮拦 乱暗名分的人 活该落了这般的下场 这王妃的称呼 在府内 喊喊也就罢了 可若是到了外面 岂不是要说柳侧妃拎不清吗 说到这里轻叹一声 瞧瞧柳侧妃身边都是什么人呢 竟没有一个人提醒柳侧妃的身份 让人误会 柳氏把到了嗓子眼的血生生地咽了下去 谁人不知道 他最忌讳别人 一再在自己的面前提醒着他的身份 可眼前这个贱人 竟一句又一句地接着说 柳氏的眼中闪过一抹暗光 千里自然是没有错过 冷冷一笑 有什么招式 尽管来好了 陪着柳氏听着院子里的声音渐渐转弱 直到没有一点的声息 很快 门外传来冬雨已死 柳氏 只是随意地应了一声 便不再过问 奶娘 柳氏轻唤一声 奶娘应了一声 随后把盒子递给了柳侧妃 柳侧妃笑着对千里说道 你这头上的伤 只怕要有一段时间的修养 这盒子里 有一些补气养血的药材 你先好生用着 若是用完了 让奴才再去我那领去 说完打开 里面赫然放着一些上等的补品 那就多谢柳侧妃了 千里也没有客气 不拿白不拿 拿了气死柳侧妃 果然 就看到柳侧妃黑了的面色 只怕她没想到 自己果真收下吧 想着也是 谁让以前的叶琉璃 从来不敢拿她的东西呢 竟造成现在他们一直认为 给了你也不会拿的想法 你这孩子 说的是什么话 柳侧妃洋装称怪了她一眼 随后思有些疑惑 听说 你把奶娘账毙了是不是 千里点了点头 嗯 那种不懂尊卑 怠慢主子的奴才 早该打杀了的 如今不过是寻了个由头让她去了 柳侧妃一听 轻善 可你这身边却少了一个人 要不要本夫人给你送个 柳侧硬生生地把本妃改成了本夫人 谁让这个死丫头 把那话说得那么绝 自己若在一口一个本妃 岂不是在骂自己不懂尊卑 不懂规矩 我记得 以前有几个奴婢的 不如就让他们回来伺候吧 叶琉璃身边 原先是有几个忠心耿耿的奴婢 不过却备受排挤 随后被奶娘寻了个错处 硬是让叶琉璃 把他们赶到了外院 做了三等丫鬟 天天做不完的粗活 柳侧妃一听 眉头轻皱 可那些都是之前犯了错的 你若是再换回来 只怕他们会恃宠交 千里听了这话 明嘴一笑望着柳侧妃 这个夫人自不必担心 他们若是恃宠而交我 自然会用我的法子 让他们交不下去 话音中透着阴侧侧 柳侧妃小心肝抖了一下 魏毛有种 她是对自己说的错觉 也罢 那就随你吧 柳侧妃现在摸不清 叶琉璃的性子和意图 既然如此 本夫人就不打扰你养伤了 柳侧妃站起身 走了出去 那冬雨的家人 一看自己的闺女死了 自然是哭得呼天枪地 尤其是听说 只是顶撞了大小姐一句 便被打杀了 这心中的愤怒字 不必言说 没过多久 外面就传戎王府嫡女 随意打杀奴婢 毫无人性地传言 此时 一处幽静的院内 里面的人在听到 手下人的汇报后 嘴角一弯 府亲的手也随之停下 一身月牙白的锦袍 腰缠玉带 上面只是简单地 坠着一个玉佩 玉佩一面 叼着龙飞凤舞的容字 而另一面 却什么都没有 光滑无比 此时修长白皙的 双手握着玉杯 放在嘴边轻敏几口 这丫头打小就不让人省心 柿子 身旁的人一愣 看着眼前的男子不经负菲 主子宁打小就对人家上心 所以才会觉得 人家不省心 那人放下杯子 平静无波的眼睛 望着窗外的紫竹铃 若是那丫头听到 只怕又要哭上个几天 随后音调顿时 变得犹如千年寒冰 拔了那些人的舌头 送到柳册飞的床边挂着 让他好好记着 有些话该不该说 啪哒 只见他手中上等的玉杯 请客间成了一堆灰烬 三皇子生成 我还会送出礼物 你去给在场的小姐们 送去分大礼 总要慢慢找乐子才是 那人似乎想着 什么好玩的事 嘴角弯起弧度 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越是这般 被惦记的人 最后死得越惨 属下知道怎么做了 说完消失不见 这是一个婢女 端着药丸走了进来 看着那个身形如竹的男子背影 目光多了几分温暖 主子 该喝药了 那人低头看了一眼药丸 四眉头轻皱 模样多了几分的无奈 那婢女忙把蜜剑递了过去 柿子却是摇了摇头 妙情 你说 我会有健康的一天吗 那人犹如温育般的嗓音 让身后的女子身子一颤 随后应道 主子柿子福气深厚 自然会有康复的一日 福气深厚吗 我所有的福气 大概今生都用在与你相见吧 那人拿起药碗 一饮而尽 半夜 三皇子的房内 传来几声沉重的声音 不过却丝毫没有惊醒三皇子 一日 三皇子眨了眨眼睛 总觉得 昨晚睡得格外的沉 起身 随后被映入眼帘的东西 让他惊得失去了脸色 自己的床上 竟然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女子 他双目暴征 胸口缺了一个大窟窿 样子相当骇人 仔细一看 赫然是他生辰日羞辱奚落 夜流离的上书家小姐 而那地上 全部都是 来参加他生辰宴的官家小姐们 三皇子再也忍不住 蹲地就狂吐起来 这些女人是怎么出现在自己的房内的 又怎么会死在自己床上 而他为什么毫无知觉 三皇子感觉自己是 被人算计了 房内的异样 惊动了守在外面的人 随后破门而入 在看到房内的景象后 也是惊得没有反应 三皇子 倒是一直伺候三皇子的侍从 刘福反应过来 盲上前扶着三皇子眼路担忧 您没事吧 让人 把这个女人给我处理掉 不可露出一丝踪迹 三皇子此刻十分地狼狈 一晚没进食 就剧烈地呕吐 让他整个人虚脱地 几乎摔倒在地 若不是刘福扶着 估摸着早就跌坐在地上了 刘福听了 应了一声 随后盲对身后的守卫吩咐了几句 那几个守卫 此刻也是 回过神来 盲上前处理 在他们临走之时 三皇子阴森森地说道 今日之事 谁要是泄露了半句 本皇子便让他的家人消失 重新换了一身衣服的三皇子 是怎么都想不明白 会是谁在他生辰第二日 就弄些死人放在他的床上 难道是他 三皇子脑海中 突然闪过夜流离的身影 昨日他的眼神 的确是阴狠带着戾气的 不过随后 他又否定了 他又不会武功 怎么可能会进到守卫森严的皇子府上 可若不是他 那又会是谁 三皇子想破脑袋 也不知道是谁 竟让他多了几分的恼怒 话说容王爷回来后 便迎上了柳册飞 柳册飞带着一众人迎接 随后拿起帕子 洋装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王爷 大小姐受伤了 夜流成一听 倒似乎没什么反应 只是理了李袖子 他不是三天两头都是受伤吗 何故这次特意来说 夜流成的话中的意思颇多 柳册飞一愣 不过看着夜流成的神情 并不像为夜流离说话的样子 便洋装不明白 眉头轻皱 似有些棘手般望着夜流成 回王爷 这次受伤与以往不同 哦 你且说说怎么个不同 夜流成端起杯子 漫不经心地喝了几口 柳册飞轻叹一口气 切身也是听说的 说大小姐去参加三皇子生辰宴会 也不知怎么与三皇子起了冲突 静静 静自己撞住自尽 弄得自己头破血流 柳册飞说到这里的时候 小心地看了一眼夜流成 不过王爷莫要担心 老王爷已经让梦宪带来太医 给大小姐诊治了 休养一段时间变好 爹夜流成有些诧异 他居然也管起这事了 问其实 切身也不知道 老王爷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另外 柳册飞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了出来 大小姐回来后 便打杀了她的奶娘 不但如此 切身前去看她 冬雨不知怎么得罪了她 也被打杀了 说完擦了擦眼角 神情颇有些哀伤 夜流成有些诧异 自己那个女儿 她虽然不常过问 可也是知道她的性子的 十分胆小切弱 连见到自己的时候 都能够吓晕 又怎么会打杀了人呢 实在想不透 不过随即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居然长胆子了 柳册飞诧异 等等 这个时候不该生气 罚她才对吗 于是不死心地再次开口 那王爷 冬雨就这样死了吗 哼夜流成冷哼一声 能用两个奴才的狗命 换我儿的血性 他们也算死得其所了 柳册飞突然心中 敲了一个警钟 王爷不是不喜欢她这个女儿 而是因为太过于喜欢 才不愿去看她 一想到这个可能 柳册飞衣袖下的 双手紧紧地握着 就连指甲嵌入肉内 都感觉不到痛感 夜流离 这个祸害 自己当初就不该手软 就应该 让她娘跟她一起 消失在这个世上 不过现在也不算晚 柳册飞的眼中 闪过一抹消杀 期间柳册飞又侧面说起了 夜流离对自己身份的嘲讽 然后暗中观察着夜流成 夜流成似乎没有生气 只是淡淡地看了柳册飞的一眼 别以为你心中那点 小九九本王不知道 你最好收起那些心思 本王 能让你在这府内得宠 也能让你失宠 柳册飞一听 惊得跪在地上 夜流成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晚香 王府的王妃只会有一位 以前是 现在以后都是 血色瞬间从柳册飞的脸上流失 整个人跌坐在地上 夜流成厌恶地看了她一眼 起身离去 奶娘忙上前去搀扶 柳册飞满脸泪水 似有些无助 朝着夜流成的背影大喊 你还没有忘记 他妈 他已经死了多少年了 我一个将军府的嫡女 为了你甘愿为妾 这些年来 一直打点着府内上下 可你可你 难道我表现得还不够吗 夜流成停下脚步 却没有回头 只是淡淡地留下了一句话 我一直都后悔 要是没有见过你就好 说完静止向前走去 柳册飞看着夜流成的背影 气不成声 脑子里回荡着夜流成 刚刚的那句话 要是从来没有 见过你就好 柳册飞的心碎 对千里来说是毫不知情 就算知道了 也根本不在乎 还巴不得 让她直接心碎撞墙 或者上吊死了算了 省得浪费空气 这边夜流离在休息 门外传来几个细小的动静 此时 管家捧着盒子走了过来 管家云海看了一眼 紧闭的房门 小声地问迎春 大小姐是休息了 后在门外的丫鬟 迎春点了点头 回管家 小姐喝完药已经睡下了 管家一听 点了点头 随后把盒子递给迎春 这里是王爷给大小姐送来的药材 让大小姐好好吃了 另外 这两个奴婢给送过来了 管家话音一落 院外走进来两个穿着粗布衣裳 模样有几分憔悴的丫鬟 迎春一看 便知道 是之前被奶娘赶走的灵东 下雪 对着管家扶了扶身 奴婢知道了 待大小姐醒来 便让他们去见大小姐 送走管家 迎春对着他们客气地说 两位姐姐先去梳洗歇息吧 大小姐恐怕明日 才能起床 见两位姐姐呢 灵东和下雪两人 有些诧异地看着迎春 这个迎春什么时候换了个性子 放以前 那说话都是家枪带棒的 对他们两个 也是十分的排挤 只因他们 是老王爷送过来的 而他则是柳册飞身边的人 难道真的像下人说的那般 大小姐换了个人 那就辛苦妹妹了 灵东不动声色地应了声 拉着下雪退下 深夜 柳册飞感觉自己的床边 阴风阵阵 甚是恐怖 不由地睁开眼睛 这一看 惊得他失声尖叫 可随后又死死地 按住自己的红唇 夫人 门外传来首夜 押唤征询的声音 柳册飞按下注 自己快要跳出来的心脏 努力平和自己的情绪 没事 只是做了不好的梦罢了 你们让奶娘进来 带奶娘走进来 看到床围上悬挂的物件时 一张老脸 也瞬间失去了血色 娘娘 柳册飞给了他一个眼神 奶娘心领神会 强压住心中的恐惧 奶娘你说 这会是谁做的 荣王府守备森严 寻常人根本无法进来 更别提巧声无息地 在本飞的 房内放这些恶心的东西了 柳册飞此时 面色依旧苍白 但似乎也没有刚才那般惊恐 奶娘摇了摇头 这阵奴婢也想不通会是谁 柳册飞一听 紧咬下唇 在她的床上 悬挂这么多的舌头 其用意是什么 她隐约猜到了一点 可却又有些疑惑 到底是谁竟会能够 巧声无息地做这样的事情 夫人 奶娘亲身患着 柳册飞收了收心神 对着奶娘说 今晚的事情不要泄露出去 奶娘听了点点头 睡了整整一夜 千里总算觉得身子舒服了一些 虽然还有些无力 但好歹有了几分精神 伸出手 握了握随后闭眼极具力量 却发现四周毫无动静 有些挫败 随后有一些释然 换了具身体 又怎么可能还有那能力呢 起身 千里这才好好打亮了一眼 自己的房内 入眼都是一些复古的梨花木的家具 上面都有一些漆脱落 看上去颇有些陈旧 千里知道 这都是柳册飞做的好事 给的都是府内那些淘汰不要的家具 随便地挑挑拣拣扔给了自己 喝千里的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一夜的休整 也算是把脑中的那份记忆 吸收得干净 如今自己他身处的是一个架空的朝代 这个国家叫天启王朝 话说这天启王朝建国的时候 先帝感谢当时的四大家族的鼎力支持 为他夺得了江山 便分别赐了德贤中龙王爷的称谓 且是代代世袭 这四大王府的权势 也是十分显赫的 几乎临驾皇上之上 好在几代王爷并没有造反的心思 只是安分地在皇帝的管辖下 守着自己的产业过活罢了 不过到底是功高盖主 到了这一代的皇帝 已然把四大王府 视为了眼中钉 总想找个机会除掉 但奈何四大王府的根基十分深厚 动一下 轻则国家震荡 重则只怕天启王朝要翻页了 所以这代皇帝 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暗中寻这四大王府的错处 同时这四大王府 还有另一个皇上不轻易动的原因 便是先帝曾经许诺历代皇后 都会从四大王府内选出 且每一任的皇后 都会轮流出现在四大王府 就算不是皇后 在后宫的位置也是同等于皇后的 地位颇为尊崇 先帝的遗训 后代的皇帝都不得不遵守 所以算是让这代皇上又多了几块心病 爱千里歪了歪嘴角 总觉得皇上是纯属吃饱了没事干 总想找点事情给自己添赌 也不想想 这四大王府世袭到现在 手中积攒的那些财富和势力 其实皇上能够随便动摇的 惹极了 到时候 四大王府联手轻而易举就灭了天启 若换成他 自不会理会这四大王府 这都世袭几代了 那么多的顽固子弟 有几个成大气的 早晚有天会被他们败坏了 何必急于一时 甩头 不再管这些事情 对着门外喊了声 很快就看到有几个丫鬟 捧着喜树用具走了进来 这几个千里都是认识 走在前面的迎春 是他昨个在院内的奴婢中挑出来的 也知晓 他是柳策飞送过来的 他挑迎春是存心的 另外两个就是夜琉璃 身边的两个丫鬟灵冬和夏雪 当初老王爷送的 喜树完 对着一旁的迎春说道 你去让院子里的奴才 全都在外面候着 本小姐有话要说 是迎春不知道千里要做什么 但想到昨天奶娘的下场 忙去安排 大小见 临冬下雪 两人轻声喊着 千里从铜镜中看着两人 对着他们微微点头 回来就好 以后就留在身边伺候吧 是临冬下雪 两人应了声 夜流离 装扮完后 便起身带着自己的两个奴婢走了出去 院子里 站着约莫十来位奴婢 临冬搬来椅子 让千里坐下 随后与下雪一同下去 站在那群吓人中 千里扫尸了一眼 虽然不时有几个人抬眼打亮一下 不过扫到夜流离的眼神后 身子一抖 随后规矩地站在那里 本小姐金哥让你们来这里 就是要告诉你们 你们之前是如何对待 本小姐的 我可以既往不就但 千里花顿了一下 今后我要你们必须效忠于我 若是有人胆敢背着 我耍什么幺蛾子 或者玩什么心眼 可千里笑了 只是那笑声 甚是让人觉得胆寒 奶娘的下场 那是最好的情况 若是有人不信 大可试试 以前本小姐性子软刃 有你们胡作非为 仗了你们不少的性子 可现在 你们给我从心里记着 奴才就是奴才 千里的话没有说完 可偏偏让在场的下人们 感到了心惊 奶娘的下场是最好的情况 那最坏的是什么 这是在场每个人心中的想法 可没有人敢问 更没有敢去世 看着自己的威慑有了效果 千里站起身 安分地做自己的事情 想明白什么话该听 什么是该做 是众人齐声的应导 散了吧 千里挥手让他们退下 自己则是回到了房内 不多会 下雪端着一碗汤药走了进来 大小姐该喝药了 带着苦味的药味 让千里轻皱眉头 不过去也没有说什么端起 便是喝了得一干二净 随后拿起帕子擦了擦嘴巴 大小姐 惊得可觉得好些了 嗯 还行 让开让开 门外传来一声高过一声 嚣张的声音 随后就听到外面传来几声 惨叫 千里眉头一皱 对于那嚣张的声音 她可一点都陌生 柳册飞的儿子 叶流星此刻一脚踹一个 一路走来踹了五六个下人 大小姐 林东和夏雪两人担忧地看着千里 却发现她似乎一点都不在意 叶流星打小就欺负叶流离 仗着自己是柳册飞的儿子 在府内横行霸道 凡是遇到心情不顺的时候 都会来到流离居对着 她这个姐姐一翻的拳打脚踢 千里嘴角滑出一抹冷笑 是谁给她的胆子 竟敢对她动手 只怕她今日这般 都是柳册飞暗中默许的 枝丫紧闭的房门打开 正在院内踢人的叶流星 抬头看向叶流离 这一看似乎有些发愣 娘昨个说叶流离变了 她不信 那个软柿子有什么变的 无非就是被三皇子羞辱后 有点磨争而已 竟把她娘亲吓成那样 就连叶流香都跑到自己的面前说 叶流离有点古怪 今日一看 确实有点古怪 可她偏不信这些 叶流离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三皇子的生辰会上 让家姐难堪 谁给你的胆子 叶流星看着叶流离 缓缓地走向自己 指着她就是一顿的大骂 突然叶流离一个抬脚 对着她的膝盖骨 狠狠地踢了过去 随后抬手 啪一个巴掌 狠狠地扇了过去 叶流星愣住等回过神来 一双眼睛几乎喷火 你个贱人 啪又是一个巴掌 叶流离表情淡漠 双手左右开弓 经了一院子的人 还骂吗 叶流离冷冷地问道 柳策飞的事情 爹都不曾来质问我 你一个竖子 有什么资格 跑到琉璃居放肆 叶流离随后 坐在下雪搬来的椅子上 一脸不屑地看着叶流星 可怜叶流星 被她打得双脚肿痛 说话不利索 只能瞪着大眼 眼神狠毒地望着她 弟弟 这都是后院的事情 你一个男人掺和进来算什么 说完一手支着头 模样四朝四讽地望着她 叶流星一听这话 呼呼地喘气 把大少爷送回去 叶流离视线淡淡地扫了一眼 趴在地上的那些下人 一听大小姐的话 那些人慌忙起身 不顾叶流星的挣扎抬着离开 听着那小子含糊不清的咒骂声 渐行渐远 叶流离嘴角露出浅笑 一早就有人送上门锻炼身体 果然是浑身舒畅呢 然夏雪和林东两人 却十分地担心 柳策飞十分疼爱大少爷 这次大小姐打了大少爷 只怕柳策飞是绝技不会善罢甘休 看着心情不错的叶流离 欲言又止 林东下雪 你们两个准备一下 待会随我去看望老王爷 叶流离想到被自己气走的老王爷 不由得轻叹 他是真心疼爱自己这个孙女 只可惜叶流离不懂也不明白 活脱脱把一大尊佛给气走了 林东和夏雪听了叶流离的话后 面上一喜 随后应了声 便忙去准备了 目光扫了一眼不远处的迎春 带我走后 你与小六给我看好院子 不许任何人进入 听到吗 大小姐放心吧 小六就是赔了这条小命 也不会让人来琉璃局捣乱的 一脸鬼精灵的小六 扬着笑脸对叶流离说道 叶流离看了他一眼 这个是昨天管家云叔送过来的 说是有一点拳脚功夫 人也不错 大小姐 准备好了 叶流离点头 站起身 随意地理了理自己的衣衫 马车徐徐地停在了老王爷府门口 守门的一看 是荣王府的马车 早一步地先去通知了管家梦险 夏雪和林东先后下了马车 随后掀起帘子 只见叶流离面色苍白 双唇无色 模样甚是凉弱 围观的一些百姓 看到叶流离那额头上的血迹 时不时地发出惊呼 尤其是看着他病态的模样 多少有了一些心疼和同情 瞧瞧这荣王府的大小姐 连人呢 人群中有人看不下去地说道 爱在姨娘手下生活 大小姐这日子苦的 又有人忍不住地落泪了 梦险一听守卫的说叶流离来了 那是一双老腿 跑得嗖嗖快 昨个回来对老王爷一番回禀后 老王爷只是哼哼两声 再无别的话来 不过却也能明白 老王爷对大小姐的做法 是十分的欢喜呢 大小姐 梦险一看到门外的叶流离苍白的模样 尤其是额头上那触目惊心的血迹 惊得走上前 大小姐怎么不好好听 太医的主妇躺在床上休养 梦叔我没事 只是头伤了 又不是手脚不能动 我只是想看望爷爷 不知他老人家愿意见我吗 叶流离对着梦险虚弱的一笑 那恰如其分的柔弱 让梦险心咯噔一下 就好像被针戳在心肩上 疼得厉害 王说 老王爷已经起身了 大小姐随我来吧 好叶流离虚弱的一笑 随后让下雪和灵东 扶着自己走了进去 如玉对着她扶了扶身 大小姐 老王爷正在更衣 还请稍等一会 叶流离不语 然后推开下雪和灵东 对着房门外 就是扑通跪下 全然不顾膝盖下铺的勒卵石 别说是跪了 就是踩着都有点生疼 一看叶流离就这样生生地跪了下去 院子里的人全都惊得瞪大眼睛 大小姐 下雪和灵东两人惊呼 上前就要去扶着她 却被叶流离拒绝 对着房门虚弱地说道 不孝孙女流离 前来跪见爷爷 如玉和梦险 两人对视一眼 然后望望往房门内 却毫无动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直到过了一个时辰 房门才打开 一打开 老王爷看着跪在地上头上 缠着厚厚纱布 满脸冷汗的模样 立刻怒瞪 赶紧扶她起来 进了会客厅后后 经过了短暂的沉默后 老王爷开口问道 你不是不认我这个爷爷了吗 如今还来做什么 你以为你这样 老子就服软了吗 一顿地吹胡子瞪眼 叶流离听后 鸣嘴虚弱一笑 孙女以前说的混账话 爷爷就如此当真了吗 哼老王爷冷哼 双手抱胸 十分傲娇地抬起头部去看她 不过余光却时不时地打量着叶流离 叶流离起身跪下 爷爷之前是孙女年少不更事 说了让你心寒的话 孙女也知道 爷爷是打心里疼孙女的 可孙女自小娘亲过世的早 有个爹却像没爹似的 孙女自然是示弱一些 老王爷赶紧扶着她 老子不是给你说了 老子是你的靠山 老王爷听了叶流离的话后 口气还是那么火爆 不过却能听出她已经软化下来的态度 叶流离听了 七楚一笑 抬起头 一双简秋式的眼眸 带着水雾望着老王爷 惹得老王爷心中一颤 爷爷 孙女知晓 你会帮孙女做主 可孙女年纪上幼 爷爷 又能护得了几时 老王爷语色 孙女感恩爷爷那份心 可孙女十分不愿 让爷爷掺和这样的事情中 爷爷年轻时候征战沙场 威武霸气 又怎么能让爷爷插手后院的事情 平白让人乱说呢 叶流离顿了一下 抬起头看着她 有些事情需要孙女自己去看明白 想清楚才是 说得好听 你现在看得明白 想得清楚了吗 老王爷哼哼 孙女从前只觉得不去招惹别人 便不会惹恼他人 可这嫡女的身份 注定无法在荣王府太平 就算孙女想躲个安宁 可依旧有人不放过孙女 既如此 孙女又何必继续示弱下去 这么说 你是准备跟府里那些人对着干了 老王爷嘴角的胡子动了动 隐隐的似乎还有几分的笑意 人不放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弄死便好 叶流离带着坚定眼神 狠力地说出这样的话语 老王爷一听 总算摸着胡子 老王爷一听这话 对着老王爷虚弱地笑了笑 随后双眼一黑倒了下去 突发的状况 让老王爷惊得 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冲到叶流离的身边 一把抱了起来 这一抱才发现 这个可怜的孩子身上 根本没挤两肉 轻得几乎还没有 他一把弯月刀中 还傻站着什么 传太医 老王爷怒吼 孟宪等人回过神来 忙去传太医 老王爷随后把叶流离 抱到自己的屋内 轻柔地放在床上 看着他平淡无奇 却又让人忍不住心疼的脸 嘴角的肌肉抽了抽 这个孩子 亨三皇子 是不是觉得 荣王府没人了 竟敢如此放肆 欺负老子的孙女 当真是胆大了 老王爷冷哼出声 随后站起身 又对如玉说 不行 宫里的太医老子信不过 你去中王府把荣世子请来 就说是老子叫的 是如玉听命 扶了身边退了下去 你们两个在这里 留下伺候大小贱 老子这就去宫里讨说法去 若是世子来了 就说老子进宫了 老王爷是坐不住的人 又是极为护短的人 这次 他不让三皇子脱层皮 也得伤点筋骨 是下雪和灵冬扶了扶身 硬道 随后就看到老王爷 一阵风地离开 手里 还拿着他的弯月刀 不禁额头冒着冷汗 老王爷 这是要准备闹皇宫的节奏吗 欧容爷爷让人来传话的 紫竹院里 正在给花浇水的花容听完 握着水壶那修长白皙的手 停了下来 回世子 是的 听说 绝勤看了一眼自家的主子 犹豫了一下 却又很快说了出来 好似大小姐的情况不好 不好 花容的眼眸闪了闪 手中的水壶 随之化为灰烬 是老王爷带着弯月刀进宫 找三皇子算账去了 大抵是要为大小姐讨回公道 绝勤抽了抽嘴角说道 呵呵 花容听了绝勤这话 随后轻笑出声 那笑容犹如昙花一现 却又让人一不开眼睛 灼灼其滑甚为妖孽 世子 段秦低着头 不敢看他的神情 既然是荣爷爷请本世子 本世子又岂能拒绝 花容说完 绝勤已然走到他的身后 推着他坐着的轮椅 是的 他们这位风华绝代 有着惊世之才 被天启王朝传送的传奇男子 是一个重病在身 依靠轮椅行动的病弱世子 绝勤没有想到 自从十年前 他家世子病发后 就一直留在紫竹院 不曾踏出一步 金戈 却为了荣王府的大小姐走了出去 只怕这传了出去 又要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了 十年也该出去透透气了 花容嘴角含笑 眉眼低下 若仔细看 却又会发现 他的眼中的激动神色 一双白皙的双手 也微微颤抖 没有人知道 他会为了剑夜流离这般紧张 话说老王爷 骑着自己的高头大马 手提弯跃刀 杀气腾腾地来到皇宫门下 着实吓了不少人 皇宫门前守卫 被老王爷的气场 给惊得双腿发软 硬是憋不出一个声来 眼睁睁地看着老王爷 畅通无阻地骑着马进了宫 带回过神来 众人那几乎吓得尿了裤子 这这可得了 若是皇上怪罪下来 他们有几个脑袋 彼时早朝刚刚解散 老王爷骑着马后 在散会的地方 来往的官员 看到杀气腾腾的老王爷 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生怕自己遭了殃 夜流成看外面的公公 急急忙忙地跑来找自己 说老王爷不知怎么了 竟骑着马 手提弯跃刀站在外面 很多人都吓得不敢乱动 夜流成一听 心中暗叫糟了 顾不得现在的姨态 匆忙地跑了出去 果不其然 就看到自己的爹 一脸杀气地骑着马在那里 顾不得骑他硬着头皮上前爹 爹您这是做什么 这里是皇宫 有什么话回去 再说好不好 夜流成擦了擦额头的汗 像哄小孩子似的 哄着自己的老爷子 老王爷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没你这个儿子 自己的女儿被人欺负成那般模样 竟然还能无动于衷 老王爷再次扫了一眼 确定没有三皇子的人后 瞪眼看着自己的儿子 三皇子人呢 夜流成被自己老子那眼神瞪得 身子抖了一下 谁让他打小 就被自己的爹奏怕了 一个眼神射来 就感觉自己浑身都疼 听闻太后身子不适 三皇子 夜流成还没把话说完 就看到自家老爷子 骑马拐弯 去了慈宁宫的方向 心中暗骂一句多嘴 忙小跑地追了过去 慈宁宫内 当今太后端坐在主座上 喝着身边摸摸地拐的茶水 眼睛扫了一眼 坐在下座的三皇子 三儿 金哥 怎么有空来看我这个老婆子了 三皇子一听这话 忙说 黄奶奶是在责怪 孙儿没常来看你吗 太后冷冷一哼 别以为她不知道 她来是干什么的 三儿只怕 你的算盘打错了 这里可不是你的避难所 三皇子面色一僵 抬头看着太后 似乎有些不解 黄奶奶这话 人来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太后可不想掺和这些事情 推脱头疼 让嬷嬷扶着自己进去 刚走进去 就听到外面传来一声怒吼 然后就看到老王爷 踢着弯跃刀出现了 三皇子面色一白 看到老王爷手中的刀厚 眼眸一寒 却很快 换成受惊的模样 容老王爷 你这是 小三子 谁给你的胆子 赶伤了老子的孙女 老王爷平地一声吼 吓得慈宁宫里的宫女 太监一个哆嗦 纷纷跪在地上 荡起了隐形人 容老王爷 您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本皇子怎么会伤害琉璃妹妹呢 三皇子面上露出惊讶 心中却是暗自咬牙 被人叫小三子 太特么的不爽了 本皇子不知道琉璃妹妹 跟老王爷说了些什么 但本皇子的确没有伤他 他头上的伤 是他自己撞上去的 少给我说这些屁话 容老王爷冷哼 若不是你先羞辱他再先 他会受不了去自残吗 你别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不知道昨个发生的事情 是怎么个回事 你算计 谁跟老子都没关系 可你偏偏算计了老子的孙女 老王爷双目瞪大 年轻时候消杀战场的那种气势 顿时让殿内的人感觉到了窒息 皇上驾到 气氛僵硬时 门外传来奸细太监的嗓门 老王爷呸了一口 暗骂这货来的倒是迅速 哈哈 什么是让容老王爷这么大的气性 门外传来皇上的笑声 随后一身龙袍 有着帝王家的气场的皇上出场 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三皇子 四察觉到皇上的眼神 三皇子面色白了白 衣袖下的双手紧紧握着 皇上你来得正好 看看你这个好儿子 容老王爷也不跟皇上客气 指着三皇子怒斥 把我那孙女伤了 竟还死不承认 哦是吗 皇帝一脸的疑惑 随后看着三皇子 这是怎么回事 三皇子面色一白 硬着头皮上前 父皇 这其中有一些误会 误会 误会就要了我那孙女半条命 现如今 他正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老王爷气得哼哼 淋雨 这是真如老王爷所说 皇上不怒而微 一双眼睛带着寒气望着三皇子 三皇子身子一抖 跪在地上 父皇 儿臣是冤枉的 若儿臣早得知琉璃妹妹会寻死 就算要了儿臣的命也会拦下 老王爷听了这话 脸色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重重地冷哼 三皇子这话说得好有意思 合着我那孙女要是寻死 也得提前给你说声 陪你演戏 还是你小三子在告诉本王 我那孙女受伤 不过是咎由自取 三皇子面色一寒 声音中透露着强硬 容老王爷 男女之情向来是你亲我愿的 琉璃妹妹对本皇子的心 本皇子福报受不起 也曾明白地告诉过他 可奈何 你堂堂一个皇子 当今皇上的儿子 还敢说自己福伯 你若是福伯 咱们这些人算是什么 天下的百姓又算什么 老王爷气了 真的生气了 自己的孙女再不好 也不至于被人嫌弃成这般吧 眼神不满地看着皇上 皇上 你看这是怎么办 这皇上低头貌似苦恼地看着 跪在地上的三皇子 似感觉皇上的视线 三皇子身子一抖 不敢言语 这时 一个太监跑来传话 皇上 容世子派人来传话 皇上似乎松了一口气 老王爷 则是横眉冷眼皱眉头 夜流成 则是眉头一挑 这时一人前来 奴才给皇上请安 不必拘礼 容世子派你来传什么话 容世子说 琉璃大小节身子骨 一直都是亏虚的 此次这般血气大伤 自然是命悬一线 老王爷听了 眉头一皱 皇帝道 哦 既然是容世子说的 那必然是确凿无误了 一阵看 这是 凌羽也有责任 不如这样吧 凌羽今日起 不得出府三个月 乏路一年 刺夜流离天山雪莲一只 千年灵芝一对 千年红身一只 珍珠百串 黄金千两 另外绫罗绸缎白匹 说到这里 皇上断了一下 似想起了什么 接着说 把去年进贡的赎景 云景各送一匹 是身边的赵德海公公 低头应了声 老王爷 你看这如何 皇上一脸征寻地望着 容老王爷 容老王爷 面色不似 刚才那般黑云密布 却也阴阴地 亨摆明了 就是偏袒自己的儿子 送了那么一堆的东西 算个屁用 自己孙女的明杰 早就被这个混账东西 给毁了 皇上 老王爷不满地开口 女子明杰堪比性命重要 怎可如此草率了事 皇帝的面色沉了沉 如此说来 却也是这般 然后眼睛看向老龙王 不如责任让三皇子 与琉璃丫头定亲如何 不妥 容老王爷 想都没想得一口回绝 我那孙女福伯 可承受不起 三皇子这般人 皇上若是体恤琉璃 是个没娘的孩子 此事就作罢 把他那孙女 送到三皇子面前 那还不是羊入虎口吗 这皇上面色微皱 三皇子却是 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对于容貌平庸 风平不好的叶琉璃 他必如蛇蝎 若是早对他有一点的心思 也不至于 与叶琉香联手害了他 我看 就打二十个板子 让他常常记性 容老王爷还在 气自己没有亲手 揍三皇子之事耿耿于怀 皇上一听点了点头 琉璃受了这般委屈 的确是三的错 二十板子该打 说完便让人拉下去 打二十板子 三皇子面色苍白 低垂的双眼中 暗藏着怒火 恩老夫也觉得 皇上这处理方法很好 我那孙女想来也会接受的 容老王爷双手抱拳 对着皇上说 老臣刚才心念孙女 冲动了一些 还望皇上降罪 而此时的老王府内 花容正在床边照看着夜琉璃 林冬不放心地开口问道 容世子 大小姐真像 你刚刚给皇上送的话一样 很难治好吗 嗯 差不多吧 花容淡淡地回答 林冬吓傻了 完了 老王爷肯定是要发了 但是有我在呢 我会医好他的 你先退下吧 花容不惜有人在场 是林冬阴声退下 此刻屋内只留下花容 和躺在床上昏迷的夜琉璃 你怎么那么傻 就算吃了亏 也不必让自己受伤了不是 若是气不过 本世子定会为你讨个公道 你又何必如此轻贱了自己 花容的声音 透露着几分的无奈 伸出手摸了摸他额头上的纱布 傻丫头 除了本世子对你是真心 这个世上还有谁 你要本世子说什么好 说完轻轻一叹 手指轻轻地划过他的眉眼 鼻尖红唇还有下巴 看着他平淡无奇的面容 嘴角露出一抹浅笑 似看到了西式珍宝般 你说三皇子若是知道错吧 珍珠当鱼目 会有多呕血 似想起什么般 嘴角弯起一抹弧度 你打小就不让人省心 身边总是有苍蝇 平白让人看了生气 还好还好 眼睛带笑地 看着那张平凡的脸 若是那些人知道眼前的丫头 并非是天生这般模样 只不过被自己小时候 为了断言改了他的容貌 会不会很吐血 想着似乎觉得很有意思 一个人在那无声地笑着 食指轻弹 夜流离腰间的腰带随之解开 一扇被他一点一点地剥落 目光看着他干瘦的身材 眸光闪了闪油 其实看到他小包子的地方 轻叹一口气 这般样子 要他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下手 果真还是要养一段时间的 半个时辰过去 紧闭的房门吱压一声打开 绝情听到动静 闪身来到了花蓉的身后 这个药丸 记得让他每日吃上两粒 吃完便也好了 花蓉把手中的药瓶递给梦陷 灵东点头小心地接了过去 这个待他头上的伤好了以后 再用不会留下疤痕的 说完花蓉又拿出一个药瓶 灵东如获至宝的结果 谁不知道 容柿子的药一颗千斤啊 多谢柿子 灵东万分感激 嗨嗨 花蓉突然咳嗽了几声 绝情的脸上露出几分的担忧 对着柿子说 柿子你该回去喝药 花蓉点了点头 夜流里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入目十分 鼻尖有着淡淡的香炉里焚烧的香料 不似女儿气 却让人闻了心神宁静 浑身舒畅 大小姐 您醒了 床上的动静 惊动了屋内的人 下雪和灵东两人笑着走了过来 顺手把围杖挂起 然后捧着一碗水和药丸 这时 容柿子配的药丸 您就水喝了吧 容柿子 夜流离轻声地念着 脑海中似乎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 难道自己不曾见过这个人 灵东看夜流离的模样 轻声地解释着 这位容柿子 可是咱们天启的奇才呢 七岁那年 便把文武状元全都击败了的 后来皇上年年都让那些能人去中王府 那些人是得意洋洋地进去灰头土脸地出来 所以那容柿子的名气 一下子名扬天下 就连皇上都要对他客气三分呢 哦夜流离听灵东这般说 倒是真的好奇了起来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竟然会如此厉害 照灵东那般说 岂不是跟他那个时空的天才儿童 没什么区别啊 想想 夜流离吞了吞口水 虽说他也是天赋一饼 可那都是旁门左道 正道上的事情 他几乎就没什么天赋 人啊果然是不能比的 只可惜 容柿子在十年前家中遭了大难 不但父母双亡 就连他自己都几乎丢了性命 好不容易活了过来 却终日要靠名贵药材续命 一旁的下雪 语气中有些唏嘘 爷爷从宫里回来 可有说什么 眼看着两个丫头一脸哀伤 活像自己家人遭了大难般 让夜流离 不得不转移话题 他可不想看着两个丫头对着 自己一脸的愁眉苦脸 好像在对自己默哀 自然是有 说到这个 灵东和下雪两人皆是一脸的笑意 老王爷出马 岂会便宜了三皇子那人 皇上可是下旨了的 让三皇子不得出府三月 罚奉一年 还给大小姐赏赐了好多东西呢 是啊是啊 皇上这次 可真是下了血本了的 什么千年人参 雪莲还有灵芝等等 个个都是极好的 那些东西呢 夜流离听了 也是心中一动 白白得来的东西 不要白不要 灵东和下雪一听 互看一下 然后说道 宫里的人都 送去荣王府了 荣王府 夜流离鼻子冷哼 只怕都被柳册飞收起了吧 下雪和灵东两人不语 算是默认了夜流离话中的意思 随后 夜流离嘴角露出一抹邪笑 伸出手里了离耳边的碎发 让她捂着两天吧 带本小姐回去的时候 正好心账旧账一起算 赶不给本小姐 打得她祖宗都不认识 说完露出森森白牙 而彼时正在院内 喝茶的柳册飞 身上经不住地打了个冷哆嗦 正在让才艺师傅量身的夜流香 看到柳册飞的异样 不由得担忧地望着她 娘你没事吧 柳册飞压下心中 那抹怪异的感觉 笑着对夜流香摇摇头 没什么 许是 昨晚睡觉着凉了吧 待会让奶娘煮些浆茶喝下便好 夜流香听后 关心地看着柳册飞 确定真的没事的时候 这才松口气 娘亲这几日操劳得太多 可要注意身体别累着了 柳册飞听了 甚是欣慰 好好好 娘知道了 说完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夜流香 我儿子身段 真是越来越好了 躲在门外的夜流芳 一双眼睛极恨地看着屋内母女 其乐融融的场面 长长的指甲嵌在肉内 都不觉得痛 娘亲可真偏心 同是母亲所生 凭什么夜流香得到娘的疼爱 而她总是被娘骂 想着夜流芳面色铁青 推门走了进去 同是房门响声的柳册飞等人 齐齐回头看向门口 再看到夜流芳一脸愤怒的神情 柳册飞的脸上有些善善 似被人抓到了什么般 面色尴尬 娘亲对姐姐真真好呢 瞧着桌上的料子 只怕宫里才会有呢 夜流芳走到桌前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哦 这似乎是皇上赏赐给大姐姐的呢 这样好吗 娘亲 说完眼睛 直直地望着柳册飞 夜流芳看了一眼柳册飞 随后又看向夜流芳笑着走上前 三妹女误会了 误会 夜流芳挑眉看她 夜流芳看夜流芳 一脸阴郁地望着自己 心咯噔了一下 随后笑起 是的 三妹女 真的误会了 娘亲刚才 就要去喊妹妹过来量身裁衣 说完热烈地拉着夜流芳的手 走到那一批上好的布匹中 却不料被夜流芳甩开她的手 少假惺惺惺地说这些话 夜流芳一脸的嫌弃 你以为我不知道 娘亲最疼的就是你 对你长得国色天香 知书达理 才貌双全 可那又如何 还不是庶女 急急了 也不过是去给别人做小的 就算是正的 那也不过是低贱的商户之家 我亲爱的姐姐 你就算穿了 用了夜流芳那傻瓜的东西 就真的是敌女了吗 说完口气十分地不屑 刘芳 你怎么可以这般说你姐姐 柳册飞腾地站起身 自己的子女 成为数子数女 一直都是她心中的痛 想她一个将军府敌女 为了夜流成 甘心变成测试 却毁了自己的子女一生 这一直都是 她不能提及的痛 说错了吗 夜流芳比一 不愿再看自己的娘亲和夜流芳 这些东西 还是留给姐姐一个人用吧 毕竟我可没有姐姐那么能带的出手 说完转身离开 这个孩子 真是要气死我了 柳册飞揉着胸口 夜流芳走上前轻浮 娘亲默契 三妹年纪还小 说了一些口不择言的话 柳册飞一听 微微点头 甚是欣慰 随后又把裁缝传进去 继续刚才没做完的事情 正在量身的夜流芳 四不经意地提起 娘弟弟被夜流芳打了 你可知道 端着茶杯喝茶的柳册飞 手微微一顿 随后点了点头 嗯知道 你爹也是知道这件事的 似乎并不准备追究 娘亲现下也不好贸然出手 不然 娘亲 我倒是有一个不用出手的办法 夜流芳眼珠子转了转 似乎想到了什么好消息 嘴角弯起 老王府内 夜流芳被老王爷恩准了 在这里养伤 什么时候养好了 什么时候回去 这不老王爷正拉着夜流芳下棋 这可苦了夜流芳 他虽然有夜流芳的记忆 可这本主真的是什么都不会的 而他 现代王国的棋子 也不过是飞行棋 他哪里会玩这个黑白子的玩意呢 爷爷 你是存心求我吗 夜流芳看着面前的棋盘咬牙 老王爷眉毛一挑 又看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没看出来呢 说完摸着胡子笑 夜流芳暗自错牙 想着下次要不要下点蒙汉药 把他嘚瑟的胡子给刮光 明哥我让人送你去中王府 让容世子教你 去了那里给我好生学着 老王爷缓了缓 把最终目的说了出来 夜流芳眼珠子转了转 随后摇头 不去 他都十三岁了 还跑去让人羞辱呢 不去也得去 要么你自己走着去 要么绑着你去 老王爷吹胡子瞪眼 哼容世子多尊贵的身份 让他教你偷着乐吧 爷爷 有你这么说自己孙女的吗 我是不是掉包的 夜流芳翻眼 太无良了 太无良了 次日 不是说要过几日 等我伤养好再去学习吗 被人从睡梦中揪起来的夜流芳咬牙 心情十分的差 不知道他是伤员吗 需要养精蓄锐 休养生息吗 他们一早就过来折磨他好玩是不是 真当他脾气好呢 被夏雪和灵东两人 好不容易装扮好的夜流芳 看到府门外停着一顶轿子 便钻了进去 夜流芳变舒服的趴在刁毛垫上 舒服的睡着大叫 一早就被人折腾得太累了 他还没有养足精神呢 这几日身体太过于疲劳一睡 就不太想起身 夏雪和灵东两人随后上教后 看着就是自家的小姐侧躺 一手放在脸下 一手放在胸前 双腿全曲寻了得最舒服的姿势 睡了下去 两人对视一眼 随后无奈告诉抬轿子的人 轿子抬稳一些 小姐还在里面睡觉呢 夜流芳醒来的时候 那是因为肚子一直在打鼓 梦中似乎遇见了好多美味的食物 奈何吃到嘴里什么味道 都没有急得他跳脚 恨不得先捉杂了王八店铺 最后看到有一个鸡腿 眼睛一亮 特么 爷爷那货 为了个鸡腿 把自己给卖了 今天他 要为自己复仇 想着 抓着那只鸡腿 就是熬屋一口 撕下雪和灵东倒抽一口气 看着他们的大小姐 竟然咬住了容世子的手 两人有一种要昏炫的感觉 世人都知道 容世子这个人十分的洁癖 不愿与人过多的接触 尤其是女人 梦中的夜流离 还在死命地抱着鸡腿啃 可啃了半天 却似乎吃不到什么味道 于是睁开眼睛 双眼还呈现一片迷茫 等到恢复到几分的清明 感觉口中有异样 便低头看去 却见自己正咬着像白玉石的物件 顺着视线望去 这一看 定了定神 随后又眨了眨眼睛 然后以放慢动作似的 把口中的手松开 接着翻个身子 靠坐梦吃个鸡腿 还能梦见个妖孽 特么地晚我 低声咒骂了几句闭眼 这么说是我错了 花蓉抬起手 看着上面清晰的齿印 嘴角弯起一抹弧度 蹭床上的人猛地起身 然后用力地瞪大眼睛看着花蓉 随后抬起脚 眼看着就要踢过去 大小姐不可以 这是容世子 夏雪和林东两人 惊得失控尖叫 你们叫她什么 夜流离微皱眉头 看着自己的两个丫鬟 自己刚才耳朵没出错吧 容世子 看团周围 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到了中王府了 大小姐 您可算醒了 夏雪和林东两人想扑上前 可奈何容世子坐在床边 似乎没有要走的异象 只好原地跪着解释着 您一路睡着喊不醒 是容世子 让大小姐睡在了紫竹林 恩夜流离一听这话 捂着脑袋 她有睡得那么沉吗 心中不由的一沉 是我让他们不必惊动你的 只是眼看着晌午了 怕你饿着 便想过来喊你一起用膳 花蓉说着 夜流离起身跟随着花蓉出去 眼下睡了这么久 确实是有些饿了 但是看着满满一桌的素菜 顿时没了胃口 可肚子却在此时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只好拿起筷子 硬着头皮尝了一口 却发现格外的美味 随后便狼吞虎咽起来 吃饭的时候 那一口一口下去的菜肴 就好似在吃对面优雅男人的肉斑 腮帮一股一股地 惹得对面的男子一阵失笑 她不知道 这般的模样 有点像兔子吗 让她更想 把她捐在怀中 好好地疼宠一番 午膳用完后 叶琉璃很不淑女地靠在椅背上 抚摸着自己的小肚子 大小节 喝点茶 下雪和凌冬 着实想远离叶琉璃的想法 眼前这个坐像 实在惨不忍睹的 真的不是他们的大小姐 再看看旁边坐在椅子上 接过紫玉递过来的 茶水优雅品茶的世子爷 顿觉真的是一天一地 距离好远有目有 过半个时辰 咱们学三字经 花蓉轻飘飘的一句话 顿时让叶琉璃 把入口的茶水 扑得喷了出来 好在花蓉隔了一张桌子 手中的杯子没有遭殃 倒是眼前的桌子 上面的星星点点 似乎证明 刚才发生了什么 叶琉璃猛地拍着桌子 瞪大眼睛看着花蓉 牙齿咬得是嘎吱嘎吱地想 刚才风大 本小姐没听清 麻烦容世子再重新把话说一遍 说完嗖嗖眼刀射向花蓉 大有你敢说 一次试试 戳死你 花蓉哑然失笑 不过面上却是不显 眼前的少女 可像个随时要爆炸的小炸弹 若真的再笑出来 只怕给自己惹了麻烦 想着放下杯子 怎么琉璃妹妹不高兴吗 不如从女训开始 我还难训呢 叶琉璃一听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货摆明就是 要么学三字经 要么学女训 真恨不能冲到跟前揍她一顿 欧本世子第一次听说还有难训 琉璃妹妹好生厉害 花蓉看着眼前的小火山 心情颇厚 脸上依旧是挂着儒雅的笑容 厉害个屁 叶琉璃忍不住地抱了粗口 然后看着花蓉 反正三字经 女训本小姐都不要学 可蓉爷爷那里 花蓉似乎有一些为难 叶琉璃心中哼了一声 随后手一摆 爷爷若是问起 你就说我学习太晚 登机实在不好就行了 反正我也不想学这些 那可不行 本世子断不会说谎的 花蓉直接摇头拒绝 对着紫玉挥挥手让她 带着夏雪和凌冬退了出去 待只剩下他们二人后 看着夜琉璃 惹得夜琉璃 一阵忐忑戒备地看着她 做什么 十日后 皇后娘娘准备了赏花宴 代驾名门千金都要前去 花蓉突然不着边际地 说了这么一句话 夜琉璃皱眉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花蓉颇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 你也在名列内 靠夜琉璃猛地站起身 大力地拍了一记桌子 我都还没急急过去干嘛 凭什么自作主张地把我放进去 她是皇后 花蓉的一句话 让夜琉璃不爽 却又不得不承认 然后一脸不满地坐下 虽说是赏花宴 可明眼人都知道 这次是为三皇子选飞的宴会 花蓉的话音刚落 就看到夜琉璃一脸怒火 其实你不必担心的 花蓉缓缓缓地说到 夜琉璃耳朵一束 随后挑眉看着她 你有什么好办法 花蓉不说话 只是眼睛看着桌上的杯子 夜琉璃无语 知道这货肯定是想淘点便宜的 走到桌前不慎温柔地 给她倒了一杯水 眼睛望着她 可以说了吧 再不说 免费给你洗洗脸 三皇子乃是皇后所生 若想成为三皇子妃 必须加世背景 容貌文才出众才是 花蓉说到这里 看了一眼夜琉璃 夜琉璃一听 咧嘴笑了 本小姐虽然加世背景很牛 可这样貌吗 连个身边丫鬟都不如 更别提那文采了 大字都不是一个 看来我是没希望的 所以皇上与皇后 才会让容爷爷 把你送到本世子这里识字学习 免得十日后上不了台面 花蓉接下来的这话 让夜琉璃眉头轻皱 随后挑挑眉 那要有什么好担心的 十日我又不是什么天才 哪里学习得那么快 呵呵本世子也是这般想的 花蓉喝了一口夜琉璃 亲自倒的茶水 觉得这笔以往的茶水 要好个千百倍的 眼睛望着夜琉璃 不过咱们 总要做做样子不是 夜琉璃一想 觉得倒也是 虽说容王府全是滔天 可对方毕竟是天子 本就对他们虎视眈眈 这会着实真的 做了触格的事情 保不齐真的会编个理由 把容王府给抄了 想着点点头 好吧 那就做做样子 他们不知道 因为去中王府 请容世子教夜琉璃这事 传到一些人的耳中 几乎要生生吃了他们的肉 容王府那夜琉璃的房内传来 噼里啪啦的一阵响声 守在门外的丫鬟 各个胆寒若惊地候着 其中一个嬷嬷 侧耳听了里面的动静后 转身出了院落 而柳侧妃本就因为自己的儿子 被夜琉璃毒打一顿后 心中郁洁气还没散 就发生一连串糟心的事情 得知夜琉璃发脾气后 赶紧赶了去 娘夜琉璃看到柳侧妃 声音软软 带着说不出的委屈喊着 柳侧妃身子一动 随后抬眼看了她一眼 夜琉璃心中十分地委屈 望着柳侧妃 却见她一直不说话 心中更是几分地焦急 娘女儿知道 今日有些鲁莽 可女儿十分地不愤 不服才忍不住地发了火的 你有什么不愤 不服 柳侧妃揉了揉隐隐 作痛的额头问道 还不是那个夜琉璃 夜琉璃说到这里 一嘴的酸气 也不知道她使了 什么幺蛾子的手段 竟让中王府的容氏子 亲自叫习 亲自叫习 柳侧妃听了这话 揉着鹅脚的手 一顿望着夜琉璃 这是真的 可不是真的 夜琉璃说到这里 眼泪在眼眶里转转 整个京城都传遍了 还能有假 柳侧妃听到夜琉璃的话后 微微回过神来 神情复杂地看了她一眼后 轻叹 这是只怕跟几日后的赏花宴有关 赏花宴 夜琉璃自然是知道的 这是皇后亲自下旨操办了的 众人都知道 三皇子乃是皇后所出 如今皇上还未策立谁是太子 而三皇子 算是太子的最佳人选 此次赏花宴 说是赏花 不过就是个由头 根本就是皇后准备给三皇子 选皇子妃的宴会罢了 那日必会有很多贵妇小姐们出现 成为皇子妃的候选 不行 绝不能让那个贱人得逞 一听柳侧妃这般说 夜流香坐不住了 疼得从位子上站起来 娘若是皇后看中了那个贱人 那女儿之前所做的 岂不都是白费了 那又能怎样 柳侧妃看着自己的女儿 坐立不安的样子 心中更加烦躁 不过也不必太担心 三皇子毕竟是皇后最疼爱的皇子 选皇子妃 除了家世背景 还得有财貌 财貌 夜流香眼睛呼而一亮 可不就是财貌吗 夜流离那个小贱人 虽然霸着嫡女的位子 可样子却是连丫鬟都不如 更别提 她抖大的字都不识了 想到这里 夜流香似放下心来 看着柳侧妃露出甜甜的笑容 是女儿多虑了 而另一边 哇 这这是紫竹吗 夜流离被院子里的紫竹铃给吸引了 一脸兴奋地指着紫竹 好奇地问着轮椅上的花蓉 花蓉点了点头 嗯 的确是紫竹 哇好漂亮 夜流离一双眼睛 闪亮亮地跑到紫竹面前 一双手爱不释手地摸了摸 随后稀奇地看着花蓉 这紫竹能不能给我几颗啊 我也在我的院子里种满紫竹 每天一推开窗户 或者坐在院子里都能看到 说完又十分地好奇 捏着紫竹的叶子上下翻看 眼中总是有着光彩 好你若喜欢 我便送你一些 花蓉毫不犹豫地点头印下 换来夜流离欢呼地跑到她跟前 卖蒙撒娇讨好 不骗我 夜流离挑眉看着她 花蓉摇头 自然不会 想想觉得无奈 自己就那么不值得相信 那好吧 量你也不会骗我的 夜流离特得意地扬了扬下巴 看着停在花蓉门外的马车 挑了挑眉 回头看了一眼花蓉 待我伤好 我便请你去我的琉璃居做客 到时候 我亲自烧一桌好菜给你吃 好花蓉听了 笑着点头 随后 夜流离便上了马车 倒是很快来到了老王府的门前 夜流离一踏进去 便遭到了老王爷的怒吼 不是让你跟容世子好好学习吗 怎么跑回来了 夜流离一脸委屈 爷爷 我这么大还学这个 别人都笑话我 老王爷咧嘴想笑 看了看自家孙女 殷勤不定的脸心虚的 把视线转向一边 嘴巴长在别人身上 由着他们说去呗 你还会在意那些人的话 哼反正我不去 我现在头上的伤没好走路 都是打飘的 夜流离轻横 看了一眼老王爷 赏花咽我会去 但是要我做什么妃子的 就等着收尸 好吧 明个爷爷让人去中王府说声 老王爷听着 自家孙女不乐意去学习 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不过还是很严肃地看着她 待这事结束后 你必须得学习 咱容王府的嫡女 可不能一点文才都没有 知道 知道 夜流离妥协地点头 老王爷看自家的孙女这么上道 眉头一挑 便再没说些什么 几日的光景很快就过去 到了赏花宴 那日老王府 倒是显得安静了许多 夜流离望着昨天中王府 送来的衣裳和首饰 脱腮看着 夏雪和灵东走进来看着 夜流离盯着桌上的衣饰 名嘴轻笑走到跟前 大小姐 今个不如就穿这身吧 夜流离看着桌上的那一身 雪白换纱裙 点了点头 反正她今日不想出彩 花妖孽倒是明白自己 在想些什么 换上一身雪白云景 身下依旧是雪白的换纱裙 三千发丝 则是在用一根白色的发带 在发顶盘了的小发剂 容颜依旧平淡无奇 可这一身打扮 却多了几分出尘的气质 夏雪和灵东两人在想 若是小姐容貌再秀丽一些 只怕今日的赏花宴 众人的眼中只有大小姐了 会不会素了点 灵东觉得 今天是赏花宴 大小姐穿得这么素 会不会有些不好呢 我又不稀罕黄子妃的位子 穿得那么差紫烟红干什么 夜流离毫不在意 觉得花容那丝 倒是很了解自己的喜好 一番整装 夜流离便带着夏雪和灵东 准备出府坐马车 一出门便看见了花容 夜流离有些惊讶 你怎么在这里 几日不见流离妹妹就雨 本世子如此生疏了吗 本世子可忌的那日 你敢说出来试试 夜流离气横横地盯着她 若是让人知道 自己轻薄了这丝 她还有活路吗 只怕唾沫就能淹死她 夜流离进来的时候 花容就接着光上下打亮了一眼 看着她 穿上自己送的衣服 眼中的柔光 几乎要把人沉溺 只是看到 她头上什么都没有 仅有一根发带 倒是有些气闷 我送你的头是怎么不带 我又不是去比美 弄那么好看做什么 夜流离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然后看了一眼花容 发现她穿衣服的料子跟自己一样的 走出去只怕被人误会是情侣装 当下就瞠目结舌 指着她 你你你 怎么 本世子有什么不妥吗 花容自然是知道 夜流离想说什么 可偏生装作什么都不知 一脸迷糊地看着她 夜流离摸了她一眼 她就不信她 那么聪明 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不过她都不在意 她在意什么 索性坐在一旁 没什么 马车徐徐前进 很快便到了皇宫 花容一掀帘子 很快便引来了一大群官家小姐 夜流离见此连跳下马车 趁现在赶快下车 就不会有人发现 我和花容同城了 结果刚往前跑没几步 就被一个太监拦下 夜小姐 黄贵妃听说您来了 正找您呢 可巧让我碰见了 夜流离心里一慌 黄贵妃 找她做什么呢 一旁的灵灯看着夜流离 一脸猛的样子 赶紧道 大小姐 你姑姑找你呢 看来是黄贵妃想小姐了 夜流离松了一口气 原来黄贵妃是我姑姑 害我吓了一跳 随后便跟着那太监朝前走去 好在夜流离他们距离 黄贵妃的摇光殿并不远 很快便到了黄贵妃的殿外 太监对着夜流离扶了扶身 大小姐请稍等 容奴才进去通传一声 恩夜流离点点头 大小姐 进来吧 太监走出殿外 对着夜流离笑道 走进殿内 就被这里面的 富丽堂皇险些闪花眼 入眼的地板 竟然全是玉石铺成 就连那垂着的珠帘都是 各个犹如鸽子蛋的珍珠串联成 更别提房内那些摆件 各个都是上品 更有一些罕见的琉璃尊摆件 夜流离这才收起脚 带着自己的婢女进去 这东西 她也就在花妖孽的住处看过 听说这琉璃是个很稀有的东西 所以进贡也是十分的稀少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这琉璃尊的价格据说 一个月抹有五十公分左右的摆件 就可以买下五座城池 当真是价值连城啊 夜流离一边走着 一边不动声色地欣赏着 走到屋内 看着座上坐着一身飞红宫装 雍容华贵的女子 头上金钗 翡翠满头 一只以纯金打造的孔雀开屏 每个尾巴后面 都以祖母绿的翡翠镶嵌 而孔雀嘴中 则是红宝石正对着眉心 犹如美人之般 身上的飞红衣裙 层层叠叠 绣工精致裙摆下方 以金线绘制祥云 脚踩用各色宝石镶嵌的玉鞋 快来让姑姑看看 坐在主座上的叶清秋 看着叶琉璃呆呆的 站在那眉头轻皱 笑着招手 待叶琉璃靠近 叶清秋抬起手轻轻抚摸 叶琉璃额头上的伤 可还痛 叶琉璃看着 叶清秋眼中掩饰不住的心疼 笑着摇头 姑姑别担心 琉璃已经好多了 叶清秋看着叶琉璃 嘴角微翘 你来告诉姑姑 你可还是对三皇子他 说着一脸紧张地看着他 叶琉璃忍不住地翻了个白眼 怎么每个人都以为自己 被三皇子不死心呢 想着 摇头抬起头 用十分坚定的眼神 望着叶清秋 姑姑 三皇子当日在众多人面前 那般羞辱琉璃 琉璃起还会对他抱有幻想 琉璃虽是女子 可也知道李毅廉耻 断不会让世人再看荣王府的笑话 好好叶清秋听了这话 倒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一脸疼爱地拍了拍他的手 你若能如此想 姑姑倒是安心了 放心 既然你不愿意 给了叶琉璃一个安心的笑容 这时 有小太监来抱 娘娘 赏花宴开始了 可别误了时辰 走吧 赏花宴开始了 咱们也去吧 恩叶琉璃点头 到那以后 若是有人生事不用怕 有姑姑为你做主 嗯 琉璃不怕 皇贵妃驾到 随着太监那独特的嗓门一喊 原本热闹的御花园 此刻静了下来 仿似现在扔下一根针 都能听到声响 叶琉璃看了一眼叶清秋 发现她依旧是那么雍容华贵 可却多了一分的冷傲 全没有刚才对自己的那般慈爱 平身 叶清秋走到副座上 扫视了一眼下面的众人 随后威严地喊了一声 谢娘娘 众人纷纷站起身 回到自己的胃上 而叶琉璃此刻不知道自己该坐那里去 琉璃 坐我身边 就在叶琉璃左右为难的时候 叶清秋招手让她坐在自己的身侧 一个举动 似乎在警告各位 皇后看了一眼叶清秋身旁的叶琉璃 心中微微皱眉 随后转头 向叶清秋笑道 妹妹今日真是美艳动人 叶清秋皮笑若不笑地回了句 妹妹今日没怎么打扮 姐姐才是盛装呢 和皇后浅笑 妹妹过奖了 既然宾客都差不多到了 那就开始吧 随着皇后的话音落下 就看到李顺一个挥手 李时藏在暗处的太监宫女们 人手捧着开的正念的花走了进来 一一摆在御花园中 而在他们赏花的中央 已然有一些头戴鲜花 身穿五彩五衣的五娘们 手中甩着他们的云袖踩着舞曲 恶挪多姿地走了进来 一阵香风吹来 许多关家公子一脸痴迷地望着 那些貌美的五娘 盯着他们迎迎一握地细腰 几乎连口水都要流了出来 倒是那些千金小姐们 个个咬牙翻白眼 有的看到自己心仪的男子 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里的 那些五娘们 恨不得冲上前撕碎他们的衣服 把他们丢到黑窑子里去受尽折磨 刘梨 你觉得如何 下面人的丑态 在高位上的他们自然是看得清楚 叶琉璃嘴角一翘 甚是有趣 一帮名门小姐 此刻哪里有什么端庄 个个呲牙瞪目 十足的丑陋 白瞎了 他们那张不错的脸皮 一曲结束 公子哥们意犹未尽 倒是那些小姐们 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娘娘 妹妹瞧着 经个这么多人 咱们光是赏花 着实有些无趣 不如玩点好玩的如何 坐下皇后下面位子的 一个打扮俏丽的公妃 抬起头笑呵呵地说道 皇后听了她的话 哦那丽妃有什么好建议 丽妃一听这话 捂着嘴呵呵笑了起来 平妾哪里有什么好建议 左不过就是无趣想到一些罢了 姐姐可别见怪才是 说着看了一眼下面的小姐们 今天是赏花 世人都称女人为花 不如今个就让下面这些花 比试比试 说完又是捂着嘴 呵呵笑了起来 如此 那便如丽妃所说吧 皇后说着 说完拔下头上的一支凤钗 若是有人得了第一 这凤钗便赏了 叶琉璃抬手扶额转脸 对于下面那些小姐们 犹如鸡血般的模样 实在是不忍直视 姑姑 这些人太没没趣了 合着跟没见过东西似的 叶琉璃靠近叶青秋的耳边 小小声地说道 叶青秋一听 嘴角一弯 宠溺的一笑 随后拍了拍 她的小脑瓜撑了她一眼 叶青秋浅笑 你以为那只是一支凤钗 这里面的意思伸着呢 说完点了点她的鼻尖 心想 到底还是孩子 只看到表面 台下已然开始热闹 众家千金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为的就是拼得搏得皇后的演员 凤钗虽然只有一支 可若是让皇后印象深刻 还怕以后得不到好的 想着下面的人 心思活络了起来 和叶琉璃无聊地打着喝歉 这些人特么地无聊 一手拖着腮 眉睛打彩地看着下面 我何尝不知其意 古人的心思真会绕圈 不就是得凤钗者 可能成为三皇子妃吗 坐在一群庶女位子中的叶琉香 此刻恨不得上前 把叶琉璃声声给撕碎了 看了看四周那些庶女们艳羡的 看着那些嫡女的鄙视 叶琉香嘴角轻轻一撇 随后不着痕迹地起身 从后面绕到了皇贵妃的位子 用着还是孩童那稚嫩的嗓音 嗲嗲地请安 琉香给姑姑请安 撕叶琉璃经不住地抖了抖 身上的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头皮也跟着发紧 特么的 皇贵妃又不是男子 至于用这么甜 你要死人的声音说话吗 叶琴秋听了叶琉香的声音 也有些不慎自在 眉头微皱 却还是很大度 是说道 起身吧 这姑姑二字 以后还要慎言 本宫只有琉璃这么一个侄女 可别让人误会 叶琉香身子一抖 几乎摔倒在地上 皇贵妃这般不顾场面地对自己警醒 着实出乎她的意料 虽然羞恼 可还是可怜巴巴地硬了声 是臣女记下了 叶琉香低着头站起身 乖巧地站在一旁 叶琴秋上下打亮了她一眼 颇有些皱眉 瞧瞧你这身打扮 可是一个庶女该有的 这身上的衣服料子好似云景 本宫记得 这是皇上赐给琉璃的 怎么到了你的身上 还做成了衣服 许氏这边的动静 惊动了大家 皇后扫了一眼叶琉香 眉头微皱 然后望着叶琴秋 怎么了这是 刚才还笑呵呵的 这回怎么哭上了呢 叶琴秋脸上的冷意更甚 狠狠地瞪了一眼叶琉香 这柳策妃 当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皇上赐给琉璃的物件 竟然全都丢给自己的女儿用 当真是有恃无恐不恃 皇后一听 面色也是微变 看着叶琉香那一身的衣料 再看她满头的珠钗 面色也黑了下来 当下就猛拍身旁的桌子 去把荣王府柳氏给本宫传来 本宫要当面问问 是谁给她的胆子 叶琉香一听 顿时身子一软瘫在地上 完了完了 今日之后 自己全完了 想着忙对着皇后 皇贵妃跪下磕头 求皇后 皇贵妃赎罪 是臣女起了贪念 没有经长姐同意私自用啊 本想着见到长姐解释一番 却没料到 叶琉香说到这里 对着她们 又是重重地磕头 求皇后 皇贵妃赎罪 叶琉璃一见着架势 连忙挤出两滴眼泪 姑姑 琉璃真的没法在荣王府呆了 说完趴在叶青秋的怀中 伤心地哭了 姑姑我想我娘 若是我娘在 断不会让我这般委屈 说完又是一阵哭泣 面对叶琉璃的哭诉 叶琉璃整个人瘫了 她万没有想到 叶琉璃会在众人面前 说出那些话来 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看着叶琉璃十分地委屈 姐姐 你若不喜欢刘香 那刘香走便是了 可你不该如此诋毁刘香啊 说完低着头抹着眼泪 那模样说不出的委屈 诋毁 你一个庶女 值得她诋毁你吗 皇贵妃面色一冷 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想不到上梁不正下梁歪 有什么样的娘 十分伤心的叶琉璃 一面用手轻拍她的后背 一面却死死地瞪着叶琉璃 呵呵姐姐 金哥 可是皇后举行的赏花宴 你就算再起 也得等宴会结束了 再说不是 一旁的丽妃 又是咯咯地笑了起来 眼睛四条性地 看了一眼皇贵妃 叶琴璃自然是知道 冷着脸点点头 随后侧脸看着皇后 对着她歉意的点点头 是琴璃刚才顾着心疼琉璃 一时忘了今日的目的 还请皇后莫要见怪 你且出去跪着吧 皇贵妃白了叶琉璃一眼 琉璃是个可怜的孩子 皇后联系地看了一眼叶琉璃 也罢此事容后再说跑不了的 说着就让下面继续 热闹的比赛依旧进行 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金哥赏花宴 还是飞汉丫头表现得不错 来人把差送给德卿王府大小姐 皇后一句话 成功地再次让众人的视线 望向下面的穆飞汉 但见那穆飞汉 一身翠绿山群 在花园中倒是亭亭玉立 尤其是五官十分的精致 虽年纪尚幼 但日后必会成为一代家人 那穆飞汉一听皇后的话 整个人喜得站起身来 走到中央对着皇后跪下 臣女叩谢皇后赏赐 你是凭自己的实力所得 应当的 皇后看着穆飞汉眼中 闪过一抹疼爱 她本就是德卿王府出身的皇后 对于本家的女儿 自然是偏宠吧 真是恭喜皇后姐姐了 德卿王府 又多了一位才貌兼卑的女儿 真是后浪推前了 咱们这些人都老了呢 丽妃说完 又是捂着嘴一阵乐呵 在场的都不错 金哥 是赏花宴 大家不过就是闹着玩罢了 皇后满脸慈爱地看了一圈 传本公口语 金哥 凡是参加比试的小姐们 各赏珍珠一串 娘娘 柳氏来了 皇后身边的奶娘走道 皇后身边小声地说道 皇后笑着点点头 随后看着皇贵妃 妹妹 柳氏已经进宫了 你看 那就让她在遥光殿柜等吧 左右不过是家事 妹妹先行一步了 皇贵妃淡淡地笑着说道 叶清秋牵着叶琉璃的手 离开御花园 那陈嬷嬷低头看了一眼叶琉香 眼中露出一抹鄙夷 还不快点跟上 若是让娘娘等你 仔细你的皮 切记不可起身 爬着去 说完快步跟上叶清秋的脚步 叶清秋在前快步走着 吩咐身边的太监 你们去荣王府 把本宫的弟弟也叫来 本宫有话要问他 是两名太监音声退下 叶琉香在后爬行 膝盖早已磨破 恶狠狠地看向叶琉璃 你等着 这份痛苦我日后 一定让你偿还 而在遥光殿的柳氏 听到太监的通传 面部有些扭曲 却又不得不 跪在遥光殿的正门等着 他来的路上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也清楚 定是跟那个小贱人脱步的关系 以往那个小贱人胆子小 很少入宫 就算入宫 也是不吭声的他 倒也不担心 可现在那个小贱人 柳侧妃隐隐地觉得 自己的胸口又犯痛了 他都不没找那小贱人算账 他倒是先给自己耍妖蛾子了 想着 柳侧妃手帕紧紧地搅在一起 若是叶琉璃就在跟前 估摸着直接喝血吃肉了 黄贵妃驾到 门外的声音大喊 随着太监的嗓音 柳侧妃心咯噔一下 隐隐觉得不妙了起来 这么快就来了 我还没想好对策 臣妾叩见黄贵妃 柳侧妃跪在地上拜见 叶青秋冷眼扫了柳侧妃眼 看着她通体打扮的一声冷哼一声 眼神好的太监 盲端着太妃椅 放在摇光店的正门口 黄贵妃随后坐下 柳侧妃心此刻跟打了鼓似的 不知道这 这场面到底是做什么的 臣妾敢问黄贵妃 臣妾的小女流香在何处 叶流香 叶青秋冷笑 她不就在这吗 一看到叶流香膝下的斑驳血迹 柳侧妃忍不住大喊 刘香 是谁 是谁把你害成这样 随后恶狠狠地看向叶流梨 一定是你 叶流梨 你好狠毒 住口 叶青秋怒吼 是我命令叶流香跪着来的 就算如此 我又觉得不解恨 论狠毒 谁能比得上你们母子俩 荣王道 门外 一个太监大喊一声 随后荣王便走了进来 听闻姐姐叫我 弟弟立马赶来了 应该不算迟吧 姐叶流成轻声地喊着叶青秋 叶青秋冷眸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我没你这个白眼狼的弟弟 叶流成一愣 不知叶青秋这话从何说起 只是有些迷茫地看着她 叶青秋看着自家弟弟那模样 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叶流香 我问你 是谁给他们的胆子 敢私自挪用流离的东西 叶流成回身一看 看着叶流香一身地打扮后 顿时眼睛微眯 视线冷冷地望着柳册飞 你不是说大小姐的东西都入库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柳香的身上 嗖嗖的冷意 破人的威压 让柳册飞身子抖了抖 然后窃窃地辩解 贱窃贱窃指示 只是借用 想着都是自家姐妹应该不防伤的 放肆 叶青秋听了柳册飞这话 气得差点先捉 伸出牵牵御手指着柳册飞 眼睛怒瞪叶流成 瞧瞧这就是你的侧飞 你的好侧飞 叶流成一看自家大姐如此生气 盲陪不适 姐你消气快消气 对于叶青秋 叶流成是十分触怕的 龙王叶流成抬头看了看叶流离 却发现 他根本正眼都不瞅一眼 只是因为在黄贵妃的怀中 眼中闪过一抹痛楚 想了想 对着黄贵妃说道 此事交由姐姐做主吧 当真 不反悔 黄贵妃眉头一条问道 龙王点点头 不会 黄贵妃这才缓和了脸色 对她如此实时务的态度心情 还是好上了一些 望着跪在下面的母女二人 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既然如此 柳册飞苛待嫡女 即刻降为妾室后院中馈之物 交由大小姐掌管 黄贵妃 琉璃她年纪上有未曾执掌过 会不会 柳册飞一听自己从册飞 将为了妾室一阵的晕眩 再听自己被夺了掌家之拳 恨不得现在就昏死过去 可偏偏去昏不了 叶青秋挑挑眉看着她 就是因为她不会才会让她去掌管 这掌家之拳 一日在柳妾室的手中 琉璃便晚一日接触 自然学得晚 本宫相信 琉璃是个聪明的孩子 很快就会学会 黄贵妃视线 望着叶刘成 你觉得如何 就按照姐姐说的办吧 叶刘成说到这里 看着叶刘梨一眼 叶青秋低头看了一眼叶刘梨 声音十分温柔地问她 刘梨 姑姑这样做你觉得如何 叶刘梨本不想接手掌家之拳 可看着叶青秋那么努力地为自己夺得 便只好点点头 姑姑安排的 自然是为刘梨着想的 刘梨断不会让姑姑失望的 你这个孩子 叶青秋听叶刘梨这话 心更加柔软了起来 事先再次看着那边的两人 来人 把二小姐的头饰和衣服给本宫脱了 是俩太监直接朝着叶刘香 泼了一盆冷水 声声将她唤醒 柳姨娘一看 连忙爬了过去 语气哀求道 两位行行好 她只是个孩子 求娘娘放过刘香吧 若是这般 她的名声就毁了呀 你既然怕会毁了她的名节 那为何还要占有刘梨的东西 这些都是刘梨的 凭她一个庶女友和资格 黄贵飞冷声 视线冰冷地望着柳姨娘 刘婉香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也要想象给自己留条后路 你们不曾给刘梨一条后路 本宫凭什么要留给你们 叶刘香对叶刘梨做了些什么 真要本宫在这里说出来吗 动手吧 俩太监闻言 一把将刘婉香踢开 然后将叶刘香的首饰和衣着 扒了得干净 而此时皇后的寝宫 当朝皇后怒气不争地望着 跪在下面的三皇子 这个即和她所有希望唯一的儿子 此刻却恨不得上前狠狠地扇她几个巴掌 不争气的东西 本宫做的努力 差点全都毁了 皇后看着三皇子跪在地上 一副油盐不尽的模样 气得狠狠地把桌上的杯子摔在地上 而臣就是不喜欢叶刘梨 母后又何苦逼这儿臣 龙王府的二小姐可比她强多了 三皇子不以为一地说 混账 龙王府的二小姐是什么东西 区区一个庶女竟敢想攀高枝 你日后是成为太子的人 她算了什么东西 你呀 本宫给你说过多少次有些事情 不是靠肉眼就能分辨出来的 那叶刘梨能够在府内 安然无恙度过这些年来 你还不懂吗 三皇子面色黑了黑 不过还是憋屈地说道 那叶刘梨长得比丫鬟还不如 而臣着实有些不情愿 更何况她一点文采都没有 日后尔臣必会成为笑话 混账 那模样是能吃还能喝的 本宫要的是龙王府的势力 是能助你成为太子的势力 要那些做什么 皇后不满地看了自己儿子一眼 倘若你成为太子 他日成了皇上 多少家人不都是由你来挑 何苦这个时候 放弃那么好的棋子 可可尔臣之前那般对他 似乎他很怨恨 三皇子尽管不愿承认 可也知道 叶刘梨定是恨极了自己 若不然也不会每次看到自己 恨不得冲上前身 吃自己吃那般的凶狠模样 你还知道 你干了什么蠢事 皇后一想到这里狠狠地拍着桌子 你说说你 好好一件事 生生被你搅合成现在这般 如今若是再让本宫提出 把叶刘梨指给你 哪有那么轻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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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